第191章,朕很佩服他的勇气,听到王勇的话后,陆书云笑着说道,本王这个九弟,还真是什么都敢碰,不过话说回来,这恐怕是我父皇的意思吧,陆臣只不过是区区一个藩王而已,陆书云不太相信陆臣能够说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这种话。 王勇说道,殿下,不管这是北王自己的想法也好,是陛下的意思也罢,只要谁敢开这个头,我们世家就不可能让他好过。 想出这个改革措施的的人用心险恶,这是要将我们世家彻底清除,也不怪王勇反应激烈。 北京的土地改革措施显然已经触碰到了世家们最敏感的神经,现在的世家都是土地兼并的受益者,现在突然有人产生了将土地的所有权收回给最高统治者,亦或者上交国家,甚至今后不准再搞土地买卖,这不是挖他们世家的根吗? 虽然这还只是一个火苗,但是,世家是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苗头出现的。 陆书云这时候说道,既然本王都已经得到消息了,那估计其他人同样也得到消息了。 看样子,明天的朝堂上会,非常热闹,拥有土地的势力不仅仅只是那些世家大族,还有世大夫阶级,那些当官的家里,那一个不是有着上万亩的粮田。 北王公然将封地的土地所有权收回到他一个藩王的手上。 连他这个藩王都敢这么搞,那是不是今后夏皇也能这么干? 所以,官员们必然会反对北王这么做,哪怕北王只是在自己封地里面,这模搞也不行。 陆书云旁复已经看到了满朝文武弹劾陈陈的画面。 与此同时,大夏皇宫,御花园内,夏皇拿着手上的情报,看了又看,目光半上没有从手上那封情报中挪开。 此时夏皇嘴里喃喃而语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霸气,够霸气。 这真的是小九能够说出的话。 说到这里,夏皇直接将手上的情报飞向了亭子里面的司徒策。 司徒策随手接住夏皇扔过来的情报,然后扫了一眼,看到情报中的内容。 司徒策这才明白,卫世摩刚才夏皇看了这封情报后,就一直站在原地。 并且,目光一直在这封情报上面扫来扫去。 毫无疑问。 北王的这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一定会引起大夏震荡。 虽然名义上大夏王朝是大夏皇室创建的,天下的土地都是皇帝的,但是也只是名义上而已。 没有那一个皇帝敢直接就土地的所有权专门立一条法令来规定大夏土地都是皇帝的。 谁要是敢这么搞,恐怕他的皇位也就到头了。 这个世界还从来没有人,没有那个君王说出过。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这句话,这句话的大概意思就是,天下所有土地都归君王所有,所有老百姓都是君王的臣民。 虽然道理是这某一个道理,但是你身为君王,身为统治者,是绝对不能够说出这句话的。 要是天底下所有的土地都是皇室的。 当初和夏太祖打天下的那些人,岂不白忙活了? 正是因为从来没有说出过这句话。 所以,夏皇在看到这句话后,才感到无比的震撼。 尤其是在看了情报中关于北郡的改革措施后,他发现北王比他这个当爹的还要几近一千倍。 虽然他至今都还不能够确定,陆臣是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但是陆臣这句话,瞬间让他对陆臣充满了好感。 从大夏创建之初到现在。 不少皇帝登基的时候,雄心勃勃。 打算学下太祖,开疆拓土。 干出一番成就来。 让大夏成为这个,世界最强大的王朝。 结果,他们都被各种势力限制。 被世家各种阻挠。 最终,朝堂被世家把控。 皇帝们的雄才大略无处施展。 只能够在皇宫里面纵情声色。 最终老死。 陆行丘登基的时候,同样是满腔热血。 认为自己一定能够成为继下太祖之后又一个开疆拓土的皇帝。 开疆拓土他倒是做到了。 曾经的陈国就被他灭了。 可是灭了陈国之后, 他发现自己的命令越来越不管用。 他想要做什么? 都始终会被朝堂上的世家阻挠。 身为一个皇帝, 他居然没办法控制整个朝堂。 这让他感到无比的耻辱。 他也终于明白了一点。 世家不灭, 大夏就永远不可能是他的大夏。 他只不过是世家推上位的一个傀儡罢了。 当陆行丘看到自己的几个皇子和那些世家搅和在一起的时候, 他对他们非常失望。 同时他也认为如果再继续下去, 恐怕大夏的下一任夏皇, 夏夏一任夏皇, 甚至于世世代代依旧是世家的傀儡。 此时的夏皇内心情绪有些复杂。 没想到第一个赶站出来公开和世家叫板的皇子, 居然是自己最不看好, 最厌恶的皇子。 司徒策看完手中的情报后, 将情报放在书桌上面。 随后问道, 老臣曾说过北王有夏太祖之志。 陛下不相信, 现在陛下相信老臣以前说的这句话了吗? 听到司徒策这话, 夏皇冷笑了一声。 他敢说出这话? 朕很佩服他的勇气。 但在没有实力的时候, 提前暴露自己的想法, 是愚蠢的做法。 接下来, 他不仅会被世家官员和世大夫集体弹劾, 还会面临无穷无尽的刺杀。 陛成在北国的改革措施, 已经刺激到了世家和世大夫阶级。 他们是不会让陛成继续活着的。 哪怕陛成的背后可能有夏皇的存在。 土地利益是他们的根本利益。 他们不会让任何人触碰他们的核心利益。 别说是藩王了。 哪怕是夏皇都不行。 正是因为如此。 夏皇才很佩服陛成。 陛成跳出来提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这就和智生死于都外差不多了。 同时, 夏皇内心又有些好奇。 北军的重骑兵都覆灭了。 为什么陛成还敢在这个时候改革北军? 改革北军就算了。 甚至于还要动土地所有权。 陛成背后的那个神秘势力, 就不怕陛成被人给杀了。 还是说, 他们对他们的实力非常的自信。 认为他们能够保护好陛成。 所以才会任由陛成胡来。 这时候, 夏皇看着司徒侧问的, 国师。 你觉得, 郑明天应该如何应对释迦官员对小九的弹劾? 是下令制止北军改革? 还是直接废掉他的藩王之位? 陛成触动了禁忌, 必然会遭遇弹劾。 这是肯定的。 关键是他这个皇帝应该如何表态。 如果对陛成的所谓所谓, 没有任何处罚的话。 在官员们看来, 他肯定和陛成拥有一样的想法。 他已经得罪了释迦。 若是在得罪士大夫阶级。 这对于他这个皇帝来说, 可没有什么好处。 听到夏皇的问题, 司徒侧淡淡一笑。 随后说道, 藩王在自己的封地上面进行改革。 这本就是合情合法的。 听到司徒侧的回答。 夏皇很不满意。 国师, 你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他在自己的封地上面进行改革。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他触及了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这要是不给世家和士大夫一个交代。 恐怕会引起大下动荡。 司徒侧说道, 那陛下就将北军的两万朝廷大军调回来。 让北王单独防守北方。 并且宣称今后不再给北王援助物资。 没有了安全的环境。 北王的改革自然就进行不下去了。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是司徒侧心里可不这么认为。 在他看来。 既然北王已经将土地问题提出来了。 那北王就已经做好了应对世家和士大夫阶级的准备。 这也从侧面说明北军的重骑兵大概率啥是没有。 这一切都是北王放出的烟雾坛。 不然他不敢这么搞。 所以, 即便把朝廷大军调回来。 对北军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司徒侧心里很认可陆臣的做法。 在他看来。 陆臣的改革措施不仅没有问题。 而且提出的时间恰到好处。 因为朝廷根本没有余力去管他在北军折腾什么。 当然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恐怕会有不少的刺客前往北军找陆臣的麻烦。 不过司徒侧相信陆臣这个少年宗师要应对世家们的刺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夏皇想了一下司徒侧这话。 认为司徒侧这个办法的确能够暂时应付一下。 现在是两大王朝的战争期间。 若是剥夺藩王的王位。 这很可能会逼得藩王造反。 用战争作为借口。 稍微处罚一下北王。 做个样子就行了。 有战争作为借口。 那些世家和士大夫再不舒服。 也不会说什么。 若是逼得藩王造反。 到时候导致大厦出现更大的危机。 那些官员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第192章。 你们很快就会听到北王暴毙的消息。 清晨。 宣政殿。 今天官员们早早地就来了这里。 刚到宣政殿。 官员们就讨论起了北郡改革的事情。 连大厦和大武的战士都不关心了。 大厦和大武的战士虽然也跟他们有关系。 但是前线有战士们顶着。 大武的军事实力就算再强。 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打到京城来。 而北军的改革就不一样了。 土地问题和他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虽然北王只是在封地里面进行改革。 看起来没有影响到他们。 但是北王的思想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危险。 这种思想是绝对不能够出现在大厦的。 一旦这种思想传播开来。 今后他们每个人的利益 都会受到影响。 他们更加不允许夏皇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们必须要将这个思想给掐死在萌芽之中。 看到大殿之中官员们就北军的改革讨论的热火朝天。 林高远的心情有些复杂。 他这才决定倒向北王。 今后支持北王。 结果北王就在北军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立法来规定封地土地所有权规亡演。 这种事情北王都敢做。 北王的身边就没有一个官员。 或者谋士出来制止北王吗? 北王的胆子真是太大了。 林高远的内心甚至已经开始动摇了。 他很怀疑北王玄能不能够活过明年。 就算夏皇没有惩罚北王。 那些世家。 那些士大夫阶级也会暗中派人去刺杀北王。 一想到这里,林高远就叹了口气。 本来他还以为北王是一个善于隐忍的人。 今后必成大器。 必定大有座位。 结果没有想到北王居然如此鲁莽。 也不知道北郡的重骑兵是不是真的已经覆灭了。 看来等自己儿子回来,一定要好好问问北郡的情况才行。 就在林高远走神的时候,大殿之内传来了太监的声音。 陛下道,听到这话。 刚才还如同菜市场的大殿瞬间安静了下来。 很快,身穿黄色金龙袍的夏皇来到了龙台之上。 他坐在龙椅上后,淡淡地说道。 诸位爱卿刚才都在讨论什么? 讨论得这么激烈。 难不成是前线战士又出现了什么大的变化,朕还不知道。 见夏皇揣着明白装糊涂。 一个世家的阎官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站出来说道。 陛下! 陈坛和北王目无法计。 不遵礼制。 欺压百姓。 在封地胡作非位。 陈建议废除北王的称号。 派人将他抓回京城处罚。 听到这话。 夏皇表献出一副困惑的表情。 随后说道。 北王? 你们刚才不是在讨论前线战士吗? 怎么又讨论到北王的身上去了? 北王难道做了什么正不知道的事情? 居然会有爱卿弹劾他。 见夏皇装作一副完全不知情的样子。 大殿里面的大臣心里一正。 该不会北王在北郡做的那些事情, 真的是夏皇指使的吧。 难不成夏皇打算立法收回土地所有权了? 就在这时候,赵文汉站了出来。 陛下! 陈廷文北王在北郡搞改革, 并且要立法规定北郡所有土地的所有权归他一个人。 任何人不能够随意买卖。 北王这种勉强的行为, 会严重危害大下设计。 所以, 陈认为应该立刻制止北王继续改革, 否则大下将威。 夏皇眉头一皱。 随后说道, 赵爱卿的消息, 还真是灵通啊。 朕都不知道的事情。 赵爱卿就先知道了。 不过话说回来, 一个藩王在自己的封地上面搞改革。 设立法令, 似乎跟朝廷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朝廷若是随意插手藩王封地的事情, 恐怕会引起藩王们的不满。 赵文汉连忙说道, 陛下! 北王的改革已经激起了民愤。 现在大街小巷的老百姓都在讨论北郡的事。 连前线的战事都已经没有多少人关注了。 若是不制止北王的改革, 不对北王做出处罚。 恐怕老百姓们会认为是陛下让北王这么做的。 甚至于有可能陛下将来也会立法收回大厦境内的所有土地。 如今前线战事吃紧, 如果让士兵们知道他们通过获取军功换来的土地都有可能会被收回去了。 他们那里还有心思为大厦而战, 为陛下而战。 所以, 诚恳请陛下严惩北王。 说到这里, 赵文汉直接跪趴下来, 现赵文汉都跪下来了。 和赵文汉一派的官员纷纷跪下, 并且一口同声地说道, 请陛下严惩北王。 看到朝堂上一半以上的官员都跪下了。 夏皇内心没有一丝波动, 他昨天就已经料到今天朝堂上会是这个样子。 事实上, 这些大臣最怕的还是自己收回土地所有权。 赵文汉刚才那番话就是在试探自己, 同时也是在提醒他, 让他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不然他这个皇帝就当到头了。 夏皇这时候淡淡地说道, 若是真如你们所说, 北王在北军立法要收回土地所有权, 那他的确做得有些太过了。 虽然朕赏赐给他的土地, 本就应该是他的。 但是如果把土地都收回去, 那老百姓们还怎么活? 嗯, 的确应该惩罚。 说到这里, 夏皇的目光落到了林高远的身上。 夏皇问道, 林爱卿, 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罚北王? 是削去他的王位? 还是该怎么做? 林高远愣了愣, 这可是一个烫嘴的问题。 若是没有回答干, 不仅得罪夏皇, 还会得罪满朝文武。 林高远想了一下后, 最终还是说道, 北王鱼肉百姓, 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自然应该惩罚。 只不过, 大夏和大武的战事还没有结束。 若是在这时候削去一个藩王的称号, 很有可能会直接把北王逼反。 虽然陈廷文北军的重骑兵已经覆灭了, 但是, 我们也不能够忘了, 北王可是带领北军士兵灭掉了天狼王部落。 这足以见得北军武德充沛。 就算没了重骑兵, 北王依旧可以快速招募一批拥有极将战斗力的士兵。 北王一旦造反, 大夏将陷入两面夹击的境地。 林高远话还没有说完, 他正要继续说下去。 夏皇便开口打断了他的话。 林爱卿说得很有道理, 前方战事还没有结束。 这时候, 废掉一个藩王的称号, 是极为不明智的。 不过, 也不能够完全不乏, 朕应该给大夏百姓一个交代。 既然如此, 那就将朝廷支援北军的士兵全部调回来。 不再帮助北军镇守天光城。 从今天起, 朝廷也不再支援北军。 即便蛮族南下, 也由北军独自抵挡蛮族进攻。 听到夏皇这话, 赵文汉皱了皱眉头。 这算什么惩罚? 这惩罚对于北王来说, 恐怕不痛不痒。 但话说回来, 北王选的改革时期选的实在是太好了。 现在是战争时期。 从大局出发, 朝廷的确不能够随便废掉一个藩王。 若是北王到时候被逼反了, 谁带头说要废掉北王的? 谁就要背这个锅? 此时夏皇说道, 好了, 钟爱卿都起来吧。 朕明白, 你们在担心什么。 不过你们大可放心, 这一切完全是小九在北军瞎折腾。 和朕没有任何关系, 朕也不可能立法收回全天下的土地。 虽然大夏王朝是太祖打下来的, 名义上大夏王朝所有土地都属于皇室, 属于朕。 但是这些土地, 朕都已经赏赐出去了, 又怎么可能收回来? 听到夏皇这话, 朝堂上的大臣们总感觉怪怪的。 夏皇就好像是在提醒他们, 这大夏本就属于他, 让他们老实一点。 赵文汉感觉继续跪下去, 也没有什么用。 于是还是站了起来。 赵文汉起身后, 朝廷的其他官员也纷纷起身。 这时候, 赵文汉说道, 林相和陛下说得有理, 是臣太莽撞, 没有想过此时废掉藩王可能给大夏带来的危害。 现赵文汉没有继续坚持下去, 朝堂上的大部分官员都感到很不舒服。 当然, 他们并不是对赵文汉不满, 只是他们感觉, 就这魔让北王逃过一劫。 实在太可惜了, 要不是现在两大王朝还在交战。 北王的这种做法, 是绝对要严惩的, 他的思想太危险了, 朝廷不会有大臣允许他有这样的想法。 哪怕北王的做法, 有可能是夏皇指使的, 也同样不行。 就在这时候, 大殿外面传来了红林信使的声音。 武西郡急报, 大武集结百万大军, 发动了全面进攻。 听到红林信使的话后, 大臣们只好又把话题转向了前线的战士。 随后, 他们开始讨论起应该如何应对大武的全面进攻。 这时候, 兵部尚书楚清武站出来说道, 陛下, 我们早已向大武派出了使者, 向大武表达了和谈的想法。 但是大武仍旧调集大军, 攻打西武军。 这证明, 在大武看来, 大夏的实力已经大幅度衰减, 所以才会提出和谈的想法。 陈认为, 要和谈, 必先击退大武的进攻, 并且, 还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攻, 这样, 才能够威慑大武。 让大武知道, 大夏也不是软弱可期的。 为了鼓舞前线士兵的士气, 陈建议让八皇子挂帅, 统领三军反攻大武。 听到楚清武这话, 夏皇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他基本上已经猜到了江南世家的意思, 这是要让八皇子立军功, 然后好给他的太子之位铺路。 不过, 他既然已经打算妥协了, 那就只好遂了他们的意。 至于统领三军,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夏皇随后说道, 齐王虽能文能武, 但没有统领大军的经验, 可以让他去前线鼓舞士兵, 但是不得随意干涉前线统帅的决定。 夏皇最重视的就是兵权, 怎么可能会随便交给别人? 要是真让八皇子统帅三军, 恐怕兵权交出去容易, 再想要收回来,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听到夏皇这话, 八皇子立刻站出来说道, 多谢父皇给尔臣这个机会。 见夏皇居然这么轻易, 就同意八皇子前往前线了。 其他皇子顿时不干了, 八皇子都能够去前线, 他们自然也有这个资格。 随即众皇子纷纷站出来, 请求夏皇允许他们前往前线和大武作战。 不过夏皇并没有同意, 战争大概率是要结束了。 夏皇不可能让其他皇子去前线捣乱。 夏皇给八皇子机会是在向江南世家传达善意, 怎么可能让别的皇子也跟着跑到前线去搅货。 之后, 朝堂上就是各个派别之间的扯皮。 本来他们今天是想要找北王的麻烦的。 结果, 现在所有大臣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前线的战事上面。 这和陆臣预料到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就算朝廷的大臣知道了他在北郡搞的那些改革, 因为大武和大夏的战争缘故, 朝廷也莫办法分出多余的精力来找他的麻烦。 而且, 朝廷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找一个藩王的麻烦。 外敌都还没有击退, 如果这时候就挑起内乱, 大夏会变得更加危险。 当然, 这让朝廷的大臣们非常难受。 现在不能够动北王, 也没办法阻止他在封地上面进行改革。 难不成就只能够看着他在北郡瞎折腾。 这肯定是不行的。 既然北郡有关土地改革的措施明面上是北王提出来的, 那就解决北王这个提出的人。 这么一来, 北郡的改革自然也就停止了。 与此同时, 某个贩卖兵器的阁楼中, 王勇正在和一个中年男子交流着什么。 中年男子全身是壮硕的肌肉, 一条条的看起来非常分明。 他的脸上还有一条长长的刀疤, 整个人长的凶神恶煞, 一看就是舞者。 听了王勇的话后, 中年男子哈哈大笑起来, 随后他说道, 王兄, 你们若是早来找我们, 恐怕北边那个祸害也不会搞出现在这些事情出来。 哼, 血月楼还真是废物, 居然会栽在北王的手上。 王勇笑着说道, 苏阁主说的是, 那这件事就麻烦你们零五格了。 事成之后, 五百万两白银奉上, 苏腾自信地说道, 王兄放心, 你们很快就会听到北王暴毙的消息。 除了宫中那位, 我们零五格想杀的人还没有谁能够保护得了, 哪怕是大宗师也不行。 见苏腾这魔自信, 王勇内心就放心了。 零五格并不是职业的杀手组织, 但是, 他们势力做的脏活并不比血月楼这种专业的杀手组织少多少。 最重要的一点是, 零五格不像血月楼那样臭名昭著。 零五格明面上只是卖兵器的商铺, 但实际上他们赚钱的手段非常多, 其中就包括接单杀人。 第193章, 穆长天的提醒, 北郡将土地所有权收回北王府的消息传遍整个大厦后, 陆臣一下子多了无数的敌人, 而且已经有不少势力和组织蠢蠢欲动, 甚至有势力悬赏陆臣的人头。 陆臣好歹也是北王, 是夏皇的儿子, 居然有人敢悬赏他的人头? 这足以见得陆臣这次的所作所为有多遭人恨。 同时也从侧面证明了, 如今的夏皇已经没石磨威慑里了。 最关键的是, 朝廷对此一点反应都没有, 夏皇也没有任何要保护陆臣的意思。 事情是陆臣自己惹出来的, 就应该由他去解决。 至于什么皇室尊严, 他们还能够有什么皇室尊严? 他这个皇帝都被世家逼得不得不妥协了, 还能够讲什么尊严? 只有等把世家都灭了, 那些世家扶持的势力才不会这么嚣张。 一个月后, 北郡, 陆臣正在书房处理政务。 此时, 李锐和穆长天来到书房向陆臣汇报 最近北郡的改革情况。 北郡的人口比较少。 经过锦衣卫和北郡士兵们的宣传, 老百姓们对于土地问题已经基本上放心了。 甚至有不少的老百姓获得了更多的耕种土地。 这让老百姓们相信北王并没有坑他们。 改革也算是顺利推行了下去。 军事上的改革也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 北国法令规定每个成年人都有服兵役的义务。 不过属于义务兵,义务兵和招募的职业军人有所不同。 当几年义务兵, 士兵们就有机会转正成为职业军人。 而职业军人的待遇非常不错。 如今, 北郡有不少以前的士兵都转成了职业军人。 现在的职业军人不仅会分发田地。 在他们成为职业军人的那一刻, 北王府还会给他们一大笔津贴。 甚至陆臣规定职业军人的后代可以免费念书。 这一下子就把军人的地位提升了上来。 此时, 沐长天对陆臣说道, 王爷, 臣觉得义务兵和职业军人之间的晋升通道还是有些太少了。 按照目前的改革方案, 义务兵必须要当好几年才能够升为职业军人。 这样对于普通义务兵来说, 恐怕激励作用有限。 今后有些义务兵肯定想着, 只要混时间就行了。 所以, 臣建议多增加一些晋升通道, 比如按照军功来提升他们的待遇。 陆臣说道, 本王也有这样的想法。 只不过, 最近事情太多, 本王还没有写详细的晋升规则。 既然你想到了, 你回去后, 把你的想法写成折子地上来。 本王参考一下。 是。 王爷, 陆臣并不是没有想过义务兵的待遇问题。 他故意让义务兵和职业军人之间存在待遇差距。 主要就是为了激励义务兵努力成为职业军人。 如果只有一条晋升通道, 显然没办法激劣普通的义务兵。 所在, 陆臣也在考虑完善军功制。 说完了士兵晋升的事情, 沐长天和李锐两人继续汇报他们最近在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丫鬟的声音在书房门口响起, 打断了两人的汇报。 王爷, 秦指挥使来了。 秦玉山被安排去造武器。 最近已经很少亲自来向陆臣传递情报了。 基本上都是锦衣卫的签户来向陆臣汇报最近大厦发生的事情。 不过, 他既然来了。 那就说明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 李锐和沐长天两人随即站到一旁。 不再继续说话。 陆臣这时候对门口的丫鬟说道。 让他进来。 秦玉山随即推门进入书房。 拜见王爷。 陆臣 嗯…… 了一声。 他的目光落到秦玉山手中的竹筒上面。 秦指挥使? 京城又发生什么大事了吗? 秦玉山走到陆臣面前, 将庄信的竹筒递给了陆臣。 随后说道。 王爷, 如今大厦境内各大世家暗中派了不少刺客前往北郡。 意图对您不利。 根据两指挥使的情报, 单单他们知道的, 就有三波刺客来了北郡。 而且, 这些刺客的实力都很强。 每一波刺客都有宗师级的舞者, 甚至于有宗师、寂静的舞者存在。 听到秦玉山这话, 陆臣只是笑了笑。 随后他拿出竹筒, 将里面的情报取了出来, 然后认真地扫了一眼, 对于后面会发生的事情。 陆臣基本上已经预料到了, 他触动了世家们的神经, 那些世家肯定是不想让他活着的。 虽然他远在北郡, 但是他开了这个头, 这就足以让世家们对他起杀心了。 听到秦玉山的汇报后, 穆长天立刻站出来说道, 王爷, 陈待会儿回去后就加强燕城的警戒, 尽量不让那些实力比较强的陌生舞者进入燕城。 陆臣说道, 不用了, 他们想要进入燕城, 有无数众方法, 城墙可阻止不了他们, 让他们都来吧。 本王正好需要找一些厉害一点的武者练练手。 陆臣的西弓大法已经开始修炼了, 自从他获得西弓大法后, 他就天天往春生院跑。 西弓大法现在已经到了一层, 只不过他一直没有使用这个弓法, 他在北王府待着, 也接触不到敌人。 现在那些刺客送上门来, 正好可以让他试验一下他的西弓大法, 看看这个弓法的威力究竟怎么样。 听到陆臣这话, 沐长天想了想, 似乎陆臣也的确不用怕那些刺客, 陆臣自己就是宗师, 而且陆臣身上还有不少的神秘武器, 那些刺客跑来刺杀陆臣就是找死。 不过陆臣虽然不怕, 但是其他人就不一样了。 想到这里, 沐长天说道, 王爷, 您如今已经是宗师, 一般的武者自然是伤不到您的。 不过, 您在北王府的妻妻儿女就不一样了。 若是那些刺客发现, 很难刺杀您, 说不定会转而对付您身边的人。 听到沐长天这话, 陆臣陷入了沉思。 这倒是一个问题, 沐子轩和大周小周都只是普通人, 而且他的孩子也是普通人, 他们遇到武者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 陆臣说道, 之后, 我会让薛元将军守在王府, 避免有刺客混进王府。 剑陆臣心中已经有了保护北王府的人选。 沐长天也不再多说什么, 薛元臣和文人烈的实力都非常强, 他们两人已经拥有宗师极尽的实力, 可不是一般的宗师。 有他们守着北王府, 再加上北王府的那些神秘武器, 想要抵御刺客的袭击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 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如果北王府的人离开了北王府, 那就不一样了。 不过沐长天相信, 接下来一段时间, 陆臣应该会让北王府的女人, 尽量不要离开北王府。 穆子轩是穆长天的女儿。 而且, 穆子轩现在又是北王的王妃。 所以, 相比较于陆臣来说, 沐长天反而还要更加关心北王府的安危。 要是自己女儿出了什么事, 他们穆家和北王的关系, 可就没有这么清静了。 此时, 秦玉山继续说道, 王爷, 另外, 还有一个消息, 听到秦玉山这话, 陆臣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手上的情报是双份的。 下面还有一张, 陆臣随后翻开第一张情报, 查看第二封情报里面的内容。 秦玉山继续说道, 大武集结百万大军, 全面进攻西武郡, 八皇子被陛下派往前线和大武大军作战。 陆臣呵笑了一声, 随后说道, 看样子战争应该要结束了呀。 我这个八哥都跑到前线去混军功去了, 这是打算让我父皇立他为太子吗? 慕长天说道, 王爷, 臣听说楚家家主来了北郡, 若是您愿意的话, 或许可以试试拉拢楚家, 阻止江南世家团结起来。 这对您来说, 也许更加有利。 陆臣放下手上的情报, 淡淡地说道, 没用, 本王那个外公已经不是楚家家主了, 现在楚家只剩下很少一部分人支持他。 楚家基本算是倒向了我那个八皇兄。 就在这时, 门口再次传来丫鬟的声音, 王爷, 吴谦护来了。 陆臣说道, 进来吧。 吴渊随即进入书房, 拜见王爷。 陆臣直接问道, 什么事? 吴渊回答道, 王爷, 林将军已经率领朝廷的两万大军撤到了燕城, 他们应该在日落时分就要离开燕城了。 朝廷对陆臣的处罚措施半个月前就来北郡了, 那就是撤回朝廷的两万士兵, 让北国自己应对草原上的蛮足。 朝廷的惩罚措施对于陆臣来说不痛不痒, 他根本就没有当回事。 啊, 陆臣说道, 让他们离开吧, 不用理会他们。 吴渊说道, 王爷, 林将军说想要和您私下里献一面。 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听到这话, 陆臣顿时来了兴趣。 哦, 和本王私下里见面。 这倒是有点意思, 那你就安排一下。 傍晚时分本王和他献一面。 吴渊随即说道, 是, 王爷, 属下告退。 林修明的父亲是左丞相, 如果林修明要和自己私下里见面, 那就说明左相林高远有站在自己这一边的意思。 不然林修明不会在即将离开北郡的时候和自己私下里见面。 身为朝廷的将军, 私下里和一个藩王见面本身就是大忌。 这要是被朝廷知道了, 林修明和林高远都会有麻烦。 等吴渊走后, 秦玉山也很快离开了书房。 而沐长天和李锐继续汇报北郡的改革情况。 傍晚时分, 陆臣在锦衣卫的安排下, 来到了一家酒楼。 林修明要献自己, 肯定不能够让林修明来北王府。 所以, 他们特意安排了一个厅语楼开酒楼包间。 见到陆臣的时候, 林修明就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威压。 林修明心里疑症, 果然和上次他感知到的差不多。 北王就是一个舞者, 而且实力还不低, 甚至在自己之上。 第194章, 去看看他感兴趣的这个小男人到底想做什么。 见到林修明后, 陆臣笑着说道, 林将军不赶紧带着朝廷的士兵回京城。 私下里献本王做什么? 难道林将军还不知道本王现在得罪了不少人? 要是让人知道林将军和本王有过接触? 恐怕林将军回到京城后, 日子不会好过。 听到陆臣这话, 林修明连忙说道, 王爷说笑了, 只要王爷不说出去, 就没有人知道下官献过王爷。 陆臣直接说道, 本王也就不拐弯抹角了。 说吧, 林将军找本王有什么事? 林修明说道, 下官之所以想献献王爷, 主要还是我父亲的意思。 我父亲想知道王爷今后有什么打算。 听到这话, 陆臣微微一笑, 随后说道, 林相还真是不把本王当成是外人。 居然让你来问本王今后有什么打算? 难道林相和林家还打算支持本王参与夺敌不成? 林修明也没有藏着掖着。 今天这酒楼已经清场过。 没有外人。 他可以放心大胆地说, 王爷, 我父亲的确打算支持王爷参与夺敌。 我父亲认为王爷善于隐忍。 将来必定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 陆臣此时说道, 本王有一个问题, 想问问林将军。 林修明恭敬地说道, 王爷请讲。 陆臣问道, 林相是在你出发来北国之前, 让你和本王说这些? 还是后面给你寄信让你离开北国时, 私下里献本王一面? 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是林修明出发之前, 林高远让林修明和自己私下里面见面, 然后说这些话的话, 那这能够证明林高远只是有支持北王府的想法, 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有多大的决心。 但若是林高远是后面寄信让林修明离开北国时, 来找私下里向北王表示, 他们林家愿意支持他。 那就证明林高远是真的打算押宝在他的身上了。 毕竟自己才得罪了大夏境内的所有诗家, 甚至还得罪了士大夫阶级。 若是在这种情况下, 林高远还愿意支持自己。 这就证明林高远绝对是非常看重自己的。 听到陆成的问题, 林修明瞬间就明白了他是什么意思。 于是林修明立刻回答道, 王爷, 下官是在北国改革之后才收到我父亲寄来的信。 他是坚持站在您这边的。 无论您现在有多大的困难, 他也依旧支持您。 陆成笑着说道, 哦, 林相就这么相信本王今后会登上那个位置。 林修明说道, 我父亲看人一向很准, 他认为, 王爷您是乾隆在渊, 总有一天会议飞冲天。 听到林修明这话, 陆成笑了笑, 林高远这个丞相在朝堂上一直没有立场, 也没有见他站出来支持过那一个皇子。 没想到他居然会支持自己。 他倒是真有眼光。 林修明这时候试探性说道, 王爷, 我爹还让我给您带一句话。 他听闻下官的一姐在北王府当差, 不知道王爷是如何看待下官的一姐的。 若是王爷喜欢的话, 林家愿意和北王府结亲, 将下官的一姐嫁给您。 听到这话, 陆成愣了一下, 随后陆成问道, 一姐, 你说的是林婉云? 林修明说道, 是的。 陆成笑着说道, 据本王所知, 林婉云现在已经是玄月宫的人, 似乎和你们林家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吧。 林修明说道, 王爷说笑了, 他从小就在王爷母亲的见证下拜, 我爹为义父, 并且还是在林家长大的, 即便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林家, 他也依旧是林家人。 陆成继续说道, 不过他今年似乎已经三十几岁了, 林将军不觉得你的一姐和本王年岁相差的有些大吗? 林修明不卑不亢地说道, 王爷, 年龄不是问题, 只要王爷喜欢就行。 陆成心里想到, 看来林高远还真是打算支持自己, 居然想将林婉云嫁给他。 这么一来, 林婉云就迟早是自己女人了, 其实没有林家的支持, 林婉云中有一天也会变成自己的女人, 只不过林婉云有了娘家的支持, 他嫁给自己就会名正言顺一些。 陆成这时候说道, 林将军, 回去告诉林相, 本王很感谢他能够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支持本王, 只不过夺敌之争本王是不会参与的。 那个位置太小了, 容不下本王。 听到陆成这话, 林修明愣住了, 北王这是什么意思? 那个位置太小了, 他说的是太子之位太小了, 难不成北王这事想要直接跳过太子之位, 直接成为皇帝, 也就是说, 他想要直接造反。 一想到这里, 林修明的额头不禁冒了几颗汗珠, 这是他能够听的话吗? 他知道了北王的想法, 今后不会被北王灭口吧? 陆成继续说道, 林将军, 若是你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本王就先回去了。 你离开军营太久, 容易被人发现。 林修明行礼说道, 谢王爷关心, 陆成随即转身离去, 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 突然想到什么? 随后扭头对林修明说道, 对了, 林将军, 麻烦你回去后转告林相, 就说本王很喜欢婉芸, 等北国安稳下来后, 本王就娶他。 林修明微微愣神, 北王说要娶林婉芸, 那就证明他已经接受他们的林家的投靠了。 好的王爷, 下官回去后就告诉我爹, 陆成没再多言, 随后他再次扭头, 转身离开了房间。 林修明在他身后说道, 恭送王爷。 等陆成离开房间后, 林修明也回到了军营, 他在燕城停留了一晚后, 第二天便带领着朝廷的两万大军回京城了。 大五王朝, 青云殿, 身穿一袭红裙的五云碗站在大殿之中, 裙杯分叉, 威风吹来, 露出了他雪白的大长腿, 他整个人看起来风姿绰约, 一态万千, 五云碗此时手中拿着一张情报, 脸上的表情不断变换着, 不知道在想什么。 这时候, 他嘴里喃喃而语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帅土之兵莫非王臣。 这个小男人居然有如此的大的气魄, 他难道一点都不怕死? 很显然, 五云碗此时手上的拿着这封情报里面, 记录的都是北郡发生的事情, 尤其是北郡改革的内容。 五云碗有些不敢相信, 区区一个藩王居然说出了这种挑战世家。 挑战世大夫阶级的话。 此时, 五云碗旁边的女性侍卫问道, 长公主, 我们还需要派人让北国吗? 五云碗扭头看着自己身边的那个女性侍卫问道, 为何不派? 女性侍卫回答道, 北王的做法显然已经惹怒了大夏世家和世大夫阶级。 如今, 大午和大夏的战事已经快要结束了。 战争一结束, 恐怕那些世家就会想办法杀掉北王。 听到侍卫的话, 五云碗微微一笑, 随后说道, 没想到, 连你也猜到了, 战争快结束了。 现在, 大午和大夏都已经集结大军到了西武军, 一副要全面开战的样子。 如今民间的老百姓都以为两大王朝这是要不死不休了。 但两大王朝的高层却都明白, 西武军的战争已经是最后一场战争。 等大午占领西武军后, 这场战争也就该结束了。 听到五云碗的话后, 侍卫立刻半跪下来说道, 属下不该妄议朝政, 请长公主责罚。 五云碗淡淡地说道, 无妨, 这都是小事。 而且, 你说得没错, 战争的确快要结束了。 这几天, 大夏楚家的马车一辆接着一辆进入皇城, 显然已经是在为战争结束做准备了。 起来吧。 侍卫随即起身说道, 谢长公主原谅属下。 五云碗继续说道, 还是要多派一些探子去北国。 北王莫那么简单。 北王既然敢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立法规定土地所有权, 就证明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本宫不相信他会这么轻易就被人暗杀。 要是他这么轻易就死了。 那他做的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个笑话。 说到这里, 五云碗抬头看着大殿之外的天空。 他面带微笑继续说道, 本宫对这个小男人是越来越有兴趣了。 区区一个藩王, 敢挑战自己所在王朝的所有世家和士大夫阶级。 这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出来的。 五云碗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人给了北王勇气。 是北王身后的那个神秘的超级势力吗? 那个超级势力就不怕北王这颗棋子被人解决掉了。 还是说那个超级势力故意让北王这么做。 就是为了刺激大夏王朝的那些世家和士大夫阶级。 从而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就在五云碗这么想的时候, 一个丫鬟急急忙忙地跑进青云殿, 拜见长公主, 看到丫鬟这么慌张的样子。 五云碗好奇地问道, 小蝶, 发生了什么事? 丫鬟连忙说道, 长公主, 好消息, 柴大人官复原职了, 而且陛下让他出使大下。 柴姬梁平日里和五云碗的关系看起来很不错, 而且青云殿的丫鬟们都看得出来。 柴姬梁是对长公主有好感的, 所以他才一直没有娶妻。 听到丫鬟这话, 五云碗微微一笑, 随后说道, 看来战争的确快要结束了, 就是不知道北国的那些重骑兵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都还没有任何消息, 五云碗一直都关注着北国的动向, 尤其是北国的那些重骑兵, 他已经派了不少探子去打探那些重骑兵的情况。 但是直到现在, 那些重骑兵都没有再出现在北国。 这让五云碗有些担心, 重骑兵会突然出现在战场上, 打得大五军队一个措手不及。 不过, 战争都快结束了, 那只重骑兵都没有出现在两大王朝的战场上。 那说明, 那只军队大概率并没有前往两大王朝的战场前线。 至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就在这时候, 另外一个丫鬟进入大殿之中, 拜见长公主。 五云碗还没有开口询问是什么事。 丫鬟就主动说道, 长公主, 月皇来信, 邀请明访问大月王朝。 听到这话, 五云碗微微一笑, 他也好久没有去献献自己这个好姐妹了。 正好大月距离北国比较近, 若是条件允许的话, 他去大月的时候顺便再去一趟北国, 去看看他感兴趣的这个小男人到底想做什么。 一个月时间转瞬即逝, 大五和大夏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 双方在西五郡打了一个月, 互相都损失了十几万士兵。 在西五郡一战中, 八皇子陆书云表现得非常好。 他带领了一支五千人的骑兵, 超了大五一支十几万人的军队的后路。 在大夏军队的配合下, 八皇子带领士兵击溃了大五的全面进攻。 并且八皇子还带着几万士兵, 将进入西五郡的大五士兵全部赶出了西五郡。 西五郡一战彻底粉碎了大五的野心, 使得大五王朝不敢再轻易进攻。 最终只好同意大夏的提议, 派出了大五王朝的丞相柴继良亲自出使大夏。 当然,以上这些话都是大夏人自己编造的。 事实上是个什么情况? 双方的高层都非常清楚。 看起来是大夏打退了大五的进攻, 但本质上只不过是因为两大王朝的高层达成了一些条件。 这才使得大五退出了西五郡。 而促使两大王朝达成和谈条件的就是楚家。 楚家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大夏王朝? 京城? 林修明在回家的路上, 时常听着人们讨论立太子的事。 他已经了解了最近西五郡发生的事, 他感到有些梦幻。 心中不禁想到, 夏皇的儿子都这么厉害吗? 一个个没有打过仗的皇子, 上了战场就这么勇猛。 北王是这样, 齐王也是这样。 林修明回到林府后, 林府的下人立刻跑去叫林高远。 老爷, 大少爷回来了。 听到下人的声音后, 林高远从房间里面出来, 看到林修明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 林高远问道, 修明, 我让你办的事情, 你都办得如何了? 林修明回过神来说道, 爹, 我们回房间说吧。 随后父子两人进入一个包间, 并且让周围的下人都离那个房间十米远。 进入房间后, 林修明就说道, 爹, 北王说等北国安稳下来后, 他就取云捡。 听到这话, 林高远脸上顿时露出一抹笑容。 看样子, 北王这是接受咱们了。 林修明此时说道, 爹, 我回来的时候, 听到街上有人讨论立太子的事情。 难不成八皇子真的要被立为太子了? 那咱们这个时候, 道向北王, 岂不是自寻死路。 林高远冷哼了一声说道, 他的军功是怎么来的? 朝廷的官员们可都清楚着呢, 也就糊弄糊弄底层的老百姓。 就算到时候陛下立八皇子做太子, 他的太子之位也同样坐不稳。 林修明说道, 对了, 爹, 我听北王的意思, 北王似乎并没有打算参与夺敌, 他更想做的事似乎是直接登上那个位置。 这对我们林家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听到林修明这话, 林高远淡淡地说道, 陛下本来就不喜欢北王, 再加上北王在朝堂上没有势力, 他想要成为太子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 对于北王来说, 也就只剩下了起兵那条路。 听到自己老爹这话, 林修明心里一正, 搞半天自己老爹居然知道北王想造反。 林修明连忙说道, 爹, 我们投靠北王的风险是不是太大了? 林高远抚摸着胡须说道, 大马, 我看未必, 无论北王成功与否, 对我们来说都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北王若是成功, 我依旧是皇帝身边的重臣, 北王如果失败, 我还是皇帝身边的重臣, 而且, 以我对陛下的了解, 大厦恐怕已经安稳不了多久了, 不然我也不会在北王搞出这么大动静之后, 还让你私下里面和北王见面。 两大王朝廷战, 看起来好像是陛下妥协了, 但是, 世家挑起战争的行为已经彻底触碰了陛下的底线。 说到这里, 林高远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 这次大午和大厦和谈, 大厦最起码要损失三个郡的土地, 以前陈国的土地基本上是全送出去了, 作为一个从小就想着开疆拓赌皇帝, 一下子将自己过去打下来的土地全送出去了, 我不相信陛下还能够忍得下去, 无论是多么擅长隐忍的帝王, 也有发怒不理智的时候, 大厦, 要乱了。 第195章, 北国的机遇, 听了自己父亲的话, 林修明感到似懂非懂, 他只是一个武将, 平日里基本上都在带兵训练, 很少参与正事, 所以对很多事情都不太了解。 不过, 他相信自己老爹的选择是正确的, 他老爹应该不至于将林家托入深渊。 林修明继续说道, 爹, 还有一件事, 我怀疑北国的众骑兵并没有负面, 反而有可能是北先王被北王的给灭了。 听到这话, 林高远笑着说道, 我从一开始, 就不认为北国的众骑兵负面了, 要是北国的众骑兵真的负面了, 北王也不可能对北国进行改革。 说到这里, 林高远看着林修明, 把你在北国看到的跟我说说, 以及你为什么怀疑北国的众骑兵没有负面。 林修明随后将自己在北国的所见所闻告诉了林高远。 听完自己儿子的话后, 林高远陷入了沉思。 过了一会儿, 林高远才回过神来说道, 北王的做法没有问题, 现在的确应该隐藏实力。 你们在天光城看到的那些蛮族骑兵大概率是真的蛮族, 但并不是北仙王部落的蛮族, 而且天狼王部落的蛮族。 北王这是想要混淆视线, 让你们以为北仙王依旧还在。 身为一个在朝堂上混了几十年的老狐狸, 林高远一眼就看出来了北国的实际情况。 林修明这时候说道, 爹, 既然我们都能够看出来北国的众骑兵有可能还存在, 那其他人估计也能够看出来。 北王这个时候隐藏北国的军事实力, 不会让人察觉到他的意图吗? 林高远淡淡地说道, 察觉到了又能够怎么样? 如今大厦内部都还有这么多事情没有解决, 夏皇根本不可能把心思放在他的身上。 对了, 最近这段时间你就待在家里, 如果没有什么任务, 就尽量不要接触外面的人, 尤其是那些世家子弟。 前段时间东边有不少大船南下, 我估计陛下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听到林高远这话, 林修明好奇地问道, 什么准备得差不多了? 林高远看了一眼林修明, 然后说道, 江南世家挑起这场战争, 让陛下损失了这么多土地。 你觉得陛下会就这么忍了? 什么也不做? 林修明瞬间明白过来, 随后他说道, 若是陛下派兵南下, 那江南世家应该已经察觉到了吧? 林高远哼了一声说道, 现在江南一派的官员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呢? 他们还以为陛下妥协了, 哪有时间去关注海上的商船? 我如果不是负责调整梁架, 恐怕也发现不了, 海上居然多了这么多商船。 当然, 要隐藏这些商船, 肯定还需要江南某个世家的配合。 不然, 海上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商船, 其他世家大概率是有所察觉的。 至于是谁在帮助陛下, 只有等一切结束之后, 我们才会知晓。 好了, 不说这些了, 你赶路也辛苦了, 今天就好好休息吧。 说到这里, 林高远便不再和林兄明多说什么。 与此同时, 北国, 冬天过去, 春天到了, 冰雪开始融化, 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好。 今天又是一个艳阳天, 陆尘站在院子里, 一边晒太阳, 一边看着手上的账本。 此时, 身穿紫色棉衣的穆子轩, 来到陆尘的身边。 陆尘微笑着, 对穆子轩说道, 爱飞, 真没想到。 短短一个冬天的时间, 你就帮我赚了千万两白银。 香水肥皂这类东西, 相比较于几个月前, 已经不怎么赚钱了。 真正赚钱的是煤炭和炉子。 这个冬天, 北王府制作出来的炭球, 基本上是做多少卖多少。 穆子轩还在冬天成立了一个商会。 只要是加入商会的商队, 都能够低价从北王府买入货物, 然后转卖到其他国家或者封地。 正是因为商会的成立, 北王府的赚钱速度也变得更快了。 燕城的商队也络绎不绝。 现在通往北郡的路都被马车压得接接是十。 穆子轩说道, 这都多亏了王爷的赚钱之法。 和妾身没有太大关系。 陆成搂着穆子轩的郊躯, 抚摸着他微微隆起的肚子说道, 这怎么能够和你没有关系呢? 有赚钱之法也要有人会使用才行。 有了这么多银子, 北国总算是可以大兴土木了。 见陆成这么高兴, 穆子轩心里也感到非常开心。 能够被北王需要, 他内心就非常满足。 就在这时, 一个丫鬟进入郑院说道, 王爷, 吴谦户找您。 听到这话, 陆成立刻放开穆子轩。 爱妃, 你好好休息, 我先去忙了。 穆子轩轻声说道, 嗯。 王爷慢走, 陆成随即来到了书房。 吴渊已经在书房门口等待。 见到陆成后, 他先是行礼, 然后便将手上的情报递给了陆成。 陆成接过情报看了一眼, 不禁露出一丝笑容, 还真就被本王猜中了。 战争果然已经结束了。 三个郡的土地啊, 我父皇还真的是舍的。 说到这里, 陆成对吴渊说道, 立刻召集李锐和燕成的官员, 义政殿既然已经修建起来了。 那也该用用了。 吴渊随即说道, 是。 王爷, 大概一个半时辰左右。 燕成的官员都出现在新修的义政殿中。 义政殿的面积非常大, 有上百平, 而今北国的官员很少, 基本上都是一个人身上就有好几个职位。 此时的义政殿显得非常的宽广。 陆成来到正上方的王椅坐下后, 官员们立刻行礼说道, 拜见王爷。 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 陆成, 嗯嗯嗯嗯嗯, 勒一声。 然后说道, 各位都坐吧。 陆成并没有按照大下的朝廷的规矩来。 朝廷的大朝会官员们都需要站着, 但他们商讨正事是可以坐下的。 当然, 是跪坐。 官员们跪坐下后, 陆成直接说道, 朝廷已经和大午和谈。 据本王所知, 和谈的条件是大午现在占领的那两个郡, 再加上西午郡。 听到这话, 大殿上的官员们顿时议论了起来。 他们之中, 有很多人还以为两大王朝的战争会继续打下去。 结果没有想到, 这么快就结束了。 这时候, 李锐说道, 王爷, 这对我们北国来说, 可是一个好消息啊。 听到这话, 陆成问道, 李大人为何这么说? 李锐说道, 西午郡自大夏创建以来, 就一直是大夏的土地。 西午郡的人口, 基本上都是大夏的老百姓。 而且对大夏, 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 再加上大午年年发动战争, 大午的士兵,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一旦西午郡的老百姓听说, 朝廷要将他们划给大午王朝, 必然有不少老百姓, 想办法东迁。 但是东边已经没有多余的土地给他们了。 他们, 一旦离开原来的土地, 就会变成流民。 而我们北国, 恰恰就缺少人口。 穆长天这时候也说道, 这的确是北国吸纳人口的一个好时机。 不过, 陈认为, 北国不应该太过于主动收留流民。 西午郡必然会有大量, 老百姓东头。 流民很快会给其他藩王的封地, 造出巨大的压力。 等那时候, 自然会有藩王求着北国收留留民。 这时候, 陆成看向秦玉山问道, 秦指挥时, 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现在文官太少了, 开口说话的就这么几个人。 没办法, 陆成只好把秦玉山也给带上。 秦玉山想了想, 然后说道, 王爷, 属下认为, 墨将军说的有道理。 我们没必要太过于急着吸纳流民。 不过, 我们可以先派人去即将化给大五王朝的三个郡, 散播一些加入北国的好处。 比如, 加入北国就可以得到土地和粮重。 属下相信, 那三个郡的老百姓听说加入北国后会分土地, 一定会选择来北国。 陆成说道, 那好, 就按照秦指挥时说的这么办。 另外, 这次召集你们还有一些, 关于改革的事情需要讨论。 说到这里, 陆成看向牧长天, 墨将军, 你的军改方案已经看过了, 本王在你的提议上做了一些增加和调整。 你们五官接下来都听听本王的军改方案,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提出来。 随后, 陆成对身边的锦衣卫士兵说道, 念。 紧接着, 锦衣卫士兵拿出一个卷轴, 开始念了起来。 之后一个时辰, 他们都在讨论北国改革的一些问题。 与此同时, 雁城, 玄月公开的某家酒楼, 包间靠窗的位置, 一个身穿粗布衣服的男人, 一边喝酒, 一边在等待着什么人。 过了不一会儿, 一个带着斗笠的男人进入包间。 他关上包间房门后, 静直来到窗前那个身穿粗布衣服的男人面前坐下, 带着斗笠的男人此时开口说道, 北王府不止一个宗师, 今天我就看到两个宗师进出北王府, 虽然他们在有意隐藏气息, 但是还是被我察觉到了, 恐怕不好下手。 听到斗笠男的话, 苏腾将手中的一杯酒一口喝下, 随后喝笑了一声说道, 既然本阁主亲自来了, 这个任务就不可能失败。 两个宗师而已, 不算什么, 王家那边已经等不及了, 今晚咱们就得动手。 第196章 今晚过后, 在武北王府, 小巢会结束之后, 陆臣还没有离开一正殿, 一个锦衣卫士兵急急忙忙地来到陆臣的面前, 将一封情报递到陆臣的面前, 陆臣接过锦衣卫士兵手上的情报, 扫了一眼, 眉头微微皱起, 像苏腾这种宗师级别的强者, 在进入燕城的时候, 就被锦衣卫发现了。 所以, 苏腾他们, 无论去什么地方, 都会被散布在燕城的锦衣卫死死地盯着。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锦衣卫的监视之中, 而苏腾的资料早就半个月前就已经放在了陆臣的书房里。 锦衣卫渗透进了各行各业, 想要查出零五格最近接了什么任务并不困难。 陆臣此时又扫了一眼手上的情报, 随后自言自语地说道, 看来那些家伙已经等不及了。 既然如此, 那就先把他们解决了再说。 说到这里, 陆臣扭头看向宋情报的锦衣卫, 然后说道, 召集穆将军, 文人将军, 还有轩辕将军来本王的书房, 另外告诉轩辕将军, 让他们调动一些黑骑兵将燕城封了。 听到这话, 锦衣卫士兵提醒说道, 王爷, 调动黑骑兵的话, 恐怕会暴露北国的黑骑兵并没有覆灭的事。 最近燕城来了不少敌国的探子, 陆臣淡淡地说道, 只需要调动一部分黑骑兵就行了。 本王可从来没对朝廷说过, 黑骑兵全军覆没了。 陆臣一开始写战报的时候, 只说北军的黑骑兵战死了四万多, 并没有说黑骑兵已经全军覆没了。 就是为了能够在关键时刻也动用黑骑兵。 当然了, 这在其他人看来, 黑骑兵死了四万多人, 又只剩下一些伤兵。 这就和全军覆没了, 没有什么区别。 锦衣卫士兵不再多言。 属下明白了。 属下告退。 随后, 锦衣卫士兵转身传令去了。 小巢会刚结束。 穆长天和轩元臣, 他们那些武将本来就没有走远。 在听到陆臣找他们有事情后, 他们立刻返回了北王府。 来到陆臣的书房, 再次见到陆臣后, 穆长天好奇地问道, 王爷, 发生了什么事? 陆臣说道, 那些世家派的刺客已经来雁城了, 并且他们打算今晚就进攻北王府。 听到这话, 穆长天心里一正, 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在陆臣立法收回土地所有权的时候, 他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那些世家是绝对不允许大厦境内出现土地被皇室收回去的苗头的。 北王只有死了, 他们才会安心。 穆长天问道, 王爷, 锦衣卫应该确定那些刺客的位置了吧? 既然陆臣提出来, 那些刺客已经到达了雁城。 这说明, 锦衣卫已经发现他们的位置了。 不然, 陆臣也不会把他们这些武将都找来。 陆臣点头说道, 已经确定他们的位置。 本王本想打算等他们今晚进攻北王府的时候, 再解决他们。 不过本王转念一想, 本王有妻妾怀了孕。 而且, 王府还有本王的孩子。 到时候, 北王府的动静搞得太大, 会吓到他们。 所以, 本王决定提前动手, 把他们全部除掉。 沐长天说道, 王爷, 那些刺客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就带兵去把他们解决了。 陆臣随即把负责监视那些刺客的锦衣卫叫来, 然后给沐长天他们分配了人物。 现在在雁城的刺客有三波,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陆臣想着一次性将他们全部解决掉。 这时候, 秦玉山说道, 王爷, 现在还是白天。 如果在白天动手, 恐怕王爷的一些武器就不能够使用, 容易被别国的探子或者被老百姓们看到。 秦玉山知道, 陆臣手上有守雷还有巴雷特这种大杀器。 对付这些刺客, 肯定也是要使用这些东西的。 一旦白天在城里使用这些东西, 必然会被老百姓们看到。 到时候一传十, 十传百, 北国的秘密就暴露出去了。 秦玉山继续说道, 属下建议, 先安排士兵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 然后等到了夜里再行动。 陆臣想了一下, 他得到的消息, 也是那些刺客会在夜里行动。 夜里伏击他们的确是最好的选择。 陆臣说道, 秦指挥是考虑不无道理, 那就先部署士兵, 等到今晚再行动。 不过, 这样容易引起那些刺客的注意。 所以, 调动士兵的时候, 需要尽量小心一些。 穆长天说道, 王爷放心, 我待会儿让士兵伪装成商队进城。 最近燕城的商队比较多, 那些刺客大概率不会察觉到异样。 就算他们察觉到了异样, 恐怕他们也认为, 这些伪装成商队的士兵和他们一样是来刺杀您的。 陆臣想了一下说道, 那好, 你们去准备吧。 鸡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是, 王爷, 等他们几个人走后, 陆臣立刻前往了陈婉荣住的院子。 此时, 林婉云和陈婉荣正坐在亭子里面喝茶。 王府的龙凤茶味道很不错, 而且还能够提神行脑。 他们自从喝过龙凤茶后, 就喜欢上了龙凤茶的味道。 两人正在品茶, 突然听到院子门口传来了丫鬟的声音。 拜见王爷, 听到丫鬟这话, 他们还以为是他们幻听了。 以前陆臣可是从来没有来过这个院子。 就在这时候, 他们看到一个身影出现的院子门口, 见到居然真是陆臣。 两人立刻从石凳上起来, 他们感到非常惊讶。 没有想到陆臣居然会主动来他们院子。 陆臣这是打算做什么? 难不成他遇到了什么麻烦? 要找学乐工帮忙? 陈婉荣主动行李说道, 见过王爷。 陆臣微微一笑, 随后说道, 陈姑娘不必客气。 林婉云这时候问道, 陈儿, 你找公主有什么事吗? 虽然林婉云早就帮着陈婉荣和陆臣搭上线了, 但是两人最近并没有见面聊过。 陆臣的女人太多了, 陆臣似乎根本就没有把精力放在陈婉荣的身上。 而陈婉荣没有勾引男人的经验, 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挑动陆臣的心, 这使得他们一直这么僵持着。 陆臣看着陈婉荣, 面带笑容说道, 陈姑娘, 我想麻烦你一件事, 不知道可不可以。 听到这话, 陈婉荣和林婉云心里一正, 他们来北国已经这么久了, 陆臣从来没有主动找过他们帮忙。 上次陆臣让学月宫派一些弟子下山来教北国的老百姓认字, 还是林婉云主动找的陆臣。 如果不是他主动找陆臣, 陆臣说不定也不会开口找他们帮忙。 没想到今天陆臣居然主动找他们帮忙了。 这对于他们来说可是一件大好事。 这代表着他们总算是能够更近距离地接触陆臣, 让陆臣放下戒备心了。 陈婉荣面无表情地说道, 王爷请说。 陆臣说道, 最近北郡来了不少刺客, 我想请陈姑娘替我保护北王府一段时间。 听到这话, 陈婉荣毫不犹豫地说道, 好, 陈婉荣答应得太干脆, 搞得陆臣接下来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 陆臣笑着说道, 那就麻烦陈姑娘了。 我还有事, 就先不打扰你们了。 说到这里, 陆臣转身离去, 陈婉荣依旧面无表情地说道, 恭送王爷, 听到两人的对话, 一旁的陈婉荣顿时呆住。 这, 这模简单淡脆, 完全没有其他语言。 这怎么培养感情啊? 不过, 这也不能够怪陈婉荣。 陈婉荣从来没有和男人有太多的接触, 而且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他说话一直都是这样的, 对谁都是这样。 早就已经形成了习惯。 等陈婉荣离开院子后, 林婉荣赶紧跟了上去。 陈婉荣刚准备去找白清清安排今晚的守卫工作。 此时, 林婉荣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陈, 陈儿, 你等一下, 听到是林婉荣的声音。 陈婉荣随即转身, 看着林婉荣。 陈臣疑惑地问道, 林姨, 还有什么事吗? 林婉荣说道, 没石磨大事, 就是想提醒你一下, 你刚才应该多和公主说几句话, 好不容易你们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陈臣露出一脸遗憾的表情说道, 唉, 我其实也想和陈姑娘多说说话, 不过, 你也看到了, 陈姑娘和我都属于那种说话比较直接的人, 而且我一到了她的面前, 就会特别紧张, 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听到陈臣的回答, 林婉荣想了想, 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看来待会儿回去后, 必须要和公主好好聊聊了, 让她今后和陈臣说话的时候, 不要这么简洁。 虽然她没有和男人培养过感情, 但是她也知道, 男女之间要培养感情, 就应该多一些交流。 这么简等的交流, 显然是没有办法培养感情的。 要是陈婉荣一直都是这样的话, 她恐怕很难对陈臣下勤股。 想到这里, 林婉荣说道, 好吧, 今后我会尽量给你们创造机会, 让你们多一些面对面交流的时间。 你们现在默化聊, 可能是因为还不熟悉, 等双方熟悉之后, 或许就能够好一些了。 陈臣说道, 林姨说的是, 林姨, 我现在还有其他事情, 就先走了。 林婉荣说道, 好, 你忙吧, 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随后陆臣转身离去, 目送着离开后, 林婉荣转身回到了院子, 给陈婉荣做思想工作。 公主, 这样可不行呀, 好不容易北王主动找你, 结果你们就说了几句话。 如果长辞以往, 北王肯定认为你对他没有想法, 说不定他到时候就放弃了。 听到林婉荣这话, 陈婉荣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 林姨,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和他交流。 陈婉荣从离开陈国那天起, 他就变得沉默寡言, 脸上的表情也没有怎么变过。 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像是漠视这世间的一切一样。 听到陈婉荣的回答, 林婉荣愣了一下, 这倒也是, 陈婉荣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而且和男人的交流比较少。 即便有交流, 也是在玄月宫吩咐玄月宫的男弟子做什么事的时候。 他在玄月宫有着很高的地位, 和玄月宫的男弟子说话也是命令的口吻, 并且一句话也不会有多少字, 要让他以平等的身份和一个男人说话, 还真的比较困难。 但是如果不这样的话, 就很难让陈臣对他彻底动情。 甚至他那种高高在上的样子搞不好还会让北王对他产生排斥心理。 毕竟北王这是拥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 你以这么高的姿态和他交流, 他心里怎么可能会对你有好感? 林婉荣心里想着, 看来得想个办法让陈婉荣训练一下才行。 陈婉荣之所以会一直这样, 主要就是因为接触男人太少了。 那既然如此, 就让陈婉荣多和男人接触, 不要整天待在院子里面。 当然了, 陈婉荣是玄月宫的公主, 不可能和什么男人都接触。 最好的练习对象就是陆臣。 反正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陆臣对他动情。 今后想办法多找一些借口, 让陈婉荣和陆臣单独相处。 这么一来, 不仅让陈婉荣接触了男人, 说不定还能够让陆臣迷恋上陈婉荣。 想到这里, 林婉荣心里开始筹划给他们两个创造单独相处的机会。 陆臣离开陈婉荣住的院子后, 就找到了白青青, 安排白青青今晚守护北王府。 虽然他们打算主动出击, 但是难免会有一些漏网之余。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所以, 北王府的防护工作也要做好才行, 不能够让那些刺客攥了空子。 傍晚时分, 夕阳西闲, 酒楼内, 苏腾依旧坐在窗前, 一边喝着酒, 一边看着北王府的方向。 他笑着对眼前带着斗笠的男人说道, 看样子, 想要刺杀北王的人有不少。 苏腾好歹也是极尽宗师。 街道上面那些伪装成商队的普通人, 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是武者。 他并不认为那些人是冲着他们来的。 在他看来, 这些人大概率是同行, 也是想要刺杀北王的人。 北王这次得罪了整个大厦的世家和士大夫阶级, 想要杀他的人自然有不少。 单单苏腾知道的和他们有着同样目的势力, 就有三个。 斗笠男淡淡地说道, 这是自然, 不如我们今晚先不行动, 让那些人去探探底。 血月楼会多次栽在北王府的手中, 证明北王府还是有些实力的。 苏腾端起面前的酒杯, 一口喝完酒杯中的酒, 然后说道, 不用这么麻烦, 既然大家都是一个目点, 那就干脆一起上。 看那些人形色匆匆的样子, 他们大概率也是今晚上行动。 若是几个势力一起行动, 北王府根本没办法抵挡。 等到燕城外面的军队进来, 一切都已经结束。 斗笠男这时候说道, 阁主说的是, 话音落下, 斗笠男抬头看着窗外渐渐落下的太阳。 继续说道, 今晚过后, 再无北王府。 苏腾笑了笑, 拿起桌边的刀, 直接站了起来。 太阳下山了, 我们也该准备一下了。 第197章 不对劲, 很不对劲。 夜幕降临后, 一些身穿黑色衣服的人在大街上不停地奔跑着。 他们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 每个人几乎都有着无品之上的实力。 陆成站在房间里面, 低头打量了一眼自己全身的黑衣服, 然后笑着说道, 没想到我堂堂一个王爷, 居然也沦落到了穿这种贼人穿的衣服。 听到这话, 一旁的楚雨晴问道, 陈儿, 你真的要出去吗? 楚雨晴也知道了今晚的行动, 他内心有些担心, 因为他听说了来刺杀陆成的人之中, 可能有一个极尽宗师。 极尽宗师是最接近大宗师的存在。 一旦动起手来, 连大宗师有时候都会在极尽宗师的手上吃亏。 陆成扭头看着楚雨晴说道, 楚一放心, 我不会第一时间出手, 到时候出手的是轩元成和文人烈, 而且对方就一个极尽宗师而已。 问题不大, 楚雨晴微微叹了口气, 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他只恨自己的实力还是太弱了, 没有办法保护陆成。 这时候, 楚雨晴想到了白清清, 于是说道, 陈儿, 还是让小白跟你一起去吧, 万一遇到什么危险, 小白还能够帮你挡一下。 陆成一边整理自己的袖口, 一边说道, 不用了, 小白还是留在王府保护子萱他们比较好, 我最怕的就是到时候会有刺客溜进来。 说到这里, 陆成注视着楚雨晴的眼睛说道, 楚一, 王府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我先走了。 楚雨晴说道, 嗯, 你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子萱他们的。 陆成不再多言, 直接把黑色的布往嘴上一蒙, 瞬间变成了一个黑衣刺客的模样。 今晚是在大街上拦截刺客, 不是在王府。 所以, 陆成也担心自己的样子被人看到, 于是, 他们统一着装, 全部穿黑色夜行衣, 不过他们的手腕上都要白色的布条, 一眼就能够分辨出来, 他们是自己人。 今晚的月光十分明亮, 即便没有灯笼的光亮, 人们都能够看清楚路。 此时, 一些黑影在老百姓们的房顶上飞快地穿行着, 就在这些黑影快要到达北王府时, 突然另外一些黑衣人挡住了那些黑衣人的去路。 双方从房顶上下来, 站在大街上对峙着, 看到不远处那些黑衣人。 苏腾直接说道, 诸位, 我们的目的大概率都是一样的, 不如我们一起行动如何? 我们只要北王死, 至于北王的尸体, 你们可以随便处置。 大部分杀手为了交任务, 都需要将被杀的人的脑袋带上。 但是零五格不需要北王的脑袋, 只需要北王死了就行。 所以, 苏腾让出尸体, 是为了避免和这些人产生冲突。 然而, 这些黑衣人在听了苏腾的话后, 依旧不畏所动, 苏腾顿时感觉有些不对劲。 这些人就算不同意自己的提议, 也不至于一句话都不说。 他们有问题。 有大问题。 就在这时候, 远处的房顶上面突然出现了一些拿着弓箭的黑衣人。 还没有等苏腾开口, 那些黑衣人就直接放箭。 看着漫天的箭语, 苏腾顿时明白了, 这些身穿黑色衣服的人根本就不是来刺杀北王的刺客。 他们恐怕是保护北王的人。 苏腾立刻说道, 我们被发现了。 直接强攻。 听到苏腾这话后, 零五格的杀手立刻冲向不远处的黑衣人。 不过那些黑衣人并没有立刻迎上来, 只见他们拿出一些圆圆的铁球。 随后, 他们将那些铁球扔向了零五格的杀手。 零五格的杀手还以为这是什么案情。 正当他们准备将这些铁球用刀劈成两半, 或者把这些铁球给踢回去的时候, 铁球轰然爆炸。 沙纳间零五格的杀手倒了一大片, 连九品舞者也当场被炸死。 看到这一幕, 苏腾眉头一皱, 他也没有想到这铁球的威力居然这么恐怖。 不对劲, 很不对劲。 苏腾好歹是零五格的阁主, 他能够走到这个位置, 可不仅仅只是凭借实力。 苏腾随即说道, 撤! 听到苏腾这话, 零五格的杀手们立刻往后撤退, 不打算继续前进了。 苏腾这下基本猜到了, 魏石魔北郡能够打败三十万蛮族士兵, 还能够让血月楼在北王府在了灯头。 北郡已经拥有了一种恐怖的武器, 并且, 还是能够轻易杀死九品舞者的武器。 如果是人力的话, 一个宗师也不一定能够轻松杀死九品舞者。 看对方的样子, 似乎普通人也能够使用这武器。 这武器的杀伤力和杀伤效果远在宗师舞者之上。 苏腾内心有些想骂娘, 本来还以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任务。 没想到让他撞到了北郡的大秘密。 这下麻烦了, 他们见过了北郡的神秘武器, 对方肯定不会这么轻易放他们离开。 虽然心里感到有些麻烦。 但是苏腾内心倒是没有太大的担心。 他好歹也是一个宗师极尽的武者。 就算没办法刺杀北王, 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能够轻松逃走的。 现苏腾和零五格的杀手们想要逃跑。 北国的士兵立刻跟了上去, 并且还在不断地朝着他们扔手雷。 苏腾感觉继续震抹下去, 恐怕还没有等他们跑到城门口。 他带来的这些杀手, 就全部被那种神秘武器给炸死了。 随即他对身旁的杀手说道, 把你们身上的碎银子都给我。 听到这话, 他身旁的那些杀手立刻将碎银子拿出来, 然后交给了苏腾。 苏腾接过他们的碎银子, 随后扭头, 手指夹着那些碎银子, 看似非常随意地一扔。 下一刻, 那些向他们飞来的手雷, 就全部在空中爆炸了。 看到这一幕, 不远处观战的路程都惊呆了。 这就是极尽宗师的实力。 这么恐怖吗? 他自己也到了宗师极尽。 怎么, 他没有这样的实力? 实际上, 如果换成是路程的话, 他也同样能够轻松将那些飞来的手雷, 用石头全部打下来。 只不过路程的体力, 都消耗在他的妻妾们身上了。 他基本上就没有实战过。 所以他对自己的实力, 一点都不了解。 看到那些人, 跑得越来越远。 路程微微皱眉, 这样可不行啊。 那家伙用银子, 就能够将那些手雷全部打下来。 自己的巴雷特子弹, 对方是不是同样也能够躲开。 想到这里, 路程扫了一眼零五格的那些杀手。 加上苏腾, 一共有三个宗师。 看来这次那些世家, 是下了血本的。 路程随后拿出巴雷特。 苏腾这个极尽宗师, 肯定能够躲开子弹。 但是另外两个普通宗师, 就不一定了。 路程打算先解决另外两个宗师, 然后再解决苏腾。 路程拿出巴雷特后, 迅速瞄准了一个苏腾身边的一个宗师, 随后直接扣动了扳机。 那个宗师的感知力, 还是非常强的。 见识过手雷的威力后, 他感知到危险, 就立刻躲开了。 并没有说用手或者用刀去接子弹。 下一刻, 巴雷特的子弹打在了地上, 打出了一个巨大的洞。 看到地上的洞, 苏腾冷冷地说道, 没想到, 还有人在远处使用暗器。 看来他们是早就猜到了, 我们会来。 所以, 在这里埋伏着, 现第一个宗师躲开了。 路程并没有着急, 他继续瞄准那个宗师。 宗师的感知力比较强, 躲开子弹也不奇怪。 要想打中一个宗师, 要么那个宗师轻敌, 要么那个宗师被人牵制, 无法把所有的精力, 都用来感知周围的危险。 零五格的这些杀手, 显然是不会轻敌的。 他们要是轻敌的话, 也不会再看到手雷后, 第一时间就撤退。 既然守雷和巴雷特都没有办法伤到他们, 那秦玉山他们也该登场了。 眼看着零五格的杀手, 就快要跑出他们所在的这条街时。 突然在这条街和另外一条街的交叉口, 一个拖着大刀的男人, 缓走了出来。 男人并没有像露晨他们身穿黑色的夜行衣。 月光下, 他的容貌能够很清楚地看到。 看到不远处的那个男人, 苏腾心里一正, 他立刻让所有人停下来。 此时, 秦玉山开口说道, 苏格主, 什么时候你也变得喜欢藏头漏尾了? 是因为脸上的刀疤太明显, 怕被别人看到吗?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苏腾直接扯掉了脸上的布, 看着秦玉山冷笑着说道, 血魔狂刀, 有点意思, 你的命还真是够大的, 摔下山崖都没有把你摔死。 两人曾经有过一次战斗, 苏腾脸上的刀疤正是秦玉山造成的。 那次战斗之后, 秦玉山摔下山崖, 从此江湖上再无血魔狂刀。 所有人都以为秦玉山已经死了, 苏腾也是这么认为的。 当时秦玉山已经身中树刀, 再加上从这么高的悬崖摔下去, 根本不可能活下来。 苏腾完全没有想到, 居然会在北国再次看到秦玉山。 秦玉山把手上的大刀直接扛在肩上说道, 老天爷不让我死, 我也没办法。 苏腾冷声说道, 上次莫把你杀死, 那我就再送你一程。 说话间, 苏腾手中的刀发出了刀鸣声, 而秦玉山肩膀上的大刀似乎也感应到了一样, 产生了共鸣, 也开始不停地抖动起来。 看到这一幕, 陆尘顿时来了兴趣, 他也不忙着开枪了, 就这磨蹲在房顶上看着。 第198章, 金丝软甲, 苏腾和秦玉山并没有立刻动身, 高手过招, 胜负往往只是在一瞬之间, 只见他们手中的刀不停地颤动, 看起来就好像是他们想要从两人的手中飞出去一样。 此时一阵寒风吹来, 两人的衣服都在疯狂地舞动着。 就在某个时刻, 两人同时动身, 双腿往后一蹬, 地上直接被踩了一个坑出来, 他们的身体化作一道残影, 直奔对方而去。 下一刻, 两道残影交汇, 无数火星从两人交汇的地方迸发出来, 两人手上的刀反射着冰冷的月光, 不停地晃着人们的眼睛, 看到不停从人们身上闪过的刀光, 陆成都不禁感叹道, 好快的刀, 两人的刀都非常快。 如果陆成不是已经到了宗师寂静, 他恐怕都看不清楚他们两个人挥出的刀, 仅仅只是几十秒的时间, 两人的刀就挥出了上百次。 简单地交手后, 两人几乎在同一时间使出了他们最强的刀法。 千层浪, 万光斩, 秦玉山挥出的刀器, 像是一层层的波浪, 横着扫向苏腾, 而苏腾挥出的刀器则像是无束光刃, 竖着劈向秦玉山。 两人的刀器相撞, 一股无形的波浪直接将双方弹飞出去, 双方同时半跪下来, 并且用刀插在地上稳住身体。 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双方都受了重伤。 这时候, 苏腾吐了口血说道, 真是没有想到, 落下悬崖不仅没有把你给摔死, 反而让你的实力大增。 不过, 你难道以为, 仅凭你一人就能够阻挡我们吗? 苏腾话刚说完, 苏腾身后的另外两个宗师就同时动身, 朝着秦玉山飞奔而去, 准备二打一。 不过就在这时候, 大街上突然变得无比的安静, 一阵阵阴风吹来, 让人冷得有些毛骨悚然。 那两个宗师立刻停止了前进, 他们内心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危机感。 很显然, 对方还有强者在附近。 就在此时, 分岔街道的尽头, 传出了, 踢踏踢踏, 的马蹄声。 声音越来越近, 但是人们却并没有看到, 街道的那头有什么人。 不过随着马蹄声变得越来越清晰, 一个高大的黑影出现在不远处。 不过就在这时候, 一个巨大的铁锤瞬间飞到了其中一个宗师的胸膛上。 那个宗师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直接被铁锤给砸飞出去。 看到这一幕, 陆成感到有些惊讶。 没想到文人烈的锤子这么厉害, 宗师级别的舞者居然都躲不开。 随着零五格的那个宗师杀手飞出去后, 骑着高大的黑马, 身穿一身黑色铠甲的文人烈也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看到文人烈后, 苏腾顿时感觉脊背阵阵发凉。 他并不认识眼前这个壮汉。 但是这个壮汉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这个壮汉比他还要壮。 身上的盔甲都被全身的肌肉撑了起来。 从体型上来看, 这个男人几乎相当于两个他。 而且, 此人身上散发的那股气势也让他感到有些心境。 虽然苏腾这感受出来对方只是一个宗师, 但是同位宗师, 他身上的气势比他还要强。 苏腾再次吐了一口鲜血, 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知道, 今天他们恐怕要折在这里了。 想要逃出去, 接下来就必须要拼命才行。 就在这时候, 路晨从房顶上下来。 巴雷特距离太远, 打不中人。 那就拉近距离。 此时街道上面无比的安静。 双方似乎进入了对峙的状态。 此时, 一段段鼓掌声从不远处传来。 很快, 一个身穿夜行衣的青年进入了苏腾他们的视线中。 青年一边鼓掌一边说道, 精彩, 实在是精彩。 听到这话, 众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这个青年的身上。 看到这个青年, 苏腾眉头一皱, 又是一个宗师。 居然一下子出来了三个宗师。 他们刚开始, 还以为北王府只有两个宗师。 苏腾本想着以自己极尽宗师的实力。 随随便便都能够拖住那两个宗师。 结果没有想到, 单单秦玉山一个人就能够和他打成平手。 这下麻烦了。 北王府隐藏得太深了。 等等, 这些人真的是北王府的吗? 想到这里, 苏腾随即说道, 血魔狂刀。 我很好奇, 像你这魔高傲的人, 怎么会变成北王府的狗? 跟着一个废物皇子。 你应该很清楚, 北王得罪了大厦境内所有的世家和士大夫阶级。 他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听到苏腾这话, 秦玉山冷冷地说道, 北王乃我主子, 岂是你等贼人随意辱骂的? 说到这里, 秦玉山就握紧了手中的刀, 一副要和苏腾决一死战的样子。 听到秦玉山这话, 苏腾心里一正, 他们还真是北王府的。 他刚才还想着, 是不是秦玉山找自己报仇来了? 这些人和北王府没有关系。 结果听秦玉山这么一说, 这下基本可以确认了, 他们都是北王府的人。 这时候, 陆辰淡淡地说道, 秦指挥矢, 是时候结束了。 陆辰向来不喜欢拖泥带水, 谁也不知道, 待会儿会不会有刺客跑到北王府去。 陆辰打算把这些人解决之后, 就立刻回去。 秦玉山立刻说道, 是, 王爷, 听到秦玉山叫那个青年人王爷。 苏腾愣了一下, 王爷, 这魔说来, 那个青年就是北王。 这怎么可能? 北王今年也才十七岁吧? 怎么可能这魔年轻就成为了宗师? 他所知道的武道天才, 十七岁最多也就八品。 不可能, 这个青年绝对不是北王, 肯定是秦玉山在故弄玄虚。 假装这个青年就是北王, 然后想诱使他们对这个青年出手。 不过不管如何, 他们想要从这里离开, 也是要对这个青年出手的。 就在这时候, 陆辰的背后出现了更多手腕上面绑着白布的黑衣人, 并且他们的实力都在武品之上, 而且还有不少的九品武者。 陆辰淡淡地说道, 动手, 说话间, 陆辰他们的人立刻拿出手雷, 对着苏腾他们扔去。 苏腾再次像刚才那样, 用身上的碎银子轻松地就将那些手雷在空中打爆。 手雷爆炸后, 零五格的杀手依旧一点事都没有。 苏腾冷哼了一声说道, 你们不会以为有这种武器, 就能够奈何得了我们吧。 威力再大的武器, 也要能够伤到人才有用。 伤不到人的武器, 就是破铜烂铁。 见苏腾轻松就把所有的手雷都给打爆了。 陆辰只好对文人列说道, 文人将军, 看你的了, 既然对方能够轻松挡下手雷, 那就只能够近战了。 陆辰话音刚落, 文人列骑着马, 直接朝着苏腾他们冲去, 看到文人列一人一马冲了过来。 苏腾他们并没有因此轻敌, 即便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和文人列动过手, 但是, 他们从文人列散发的武者气势, 就能够大概猜到文人列的实力有多强。 苏腾随即握紧手上的刀, 直接迎向了文人列。 无论眼前这个壮汉实力有多强, 他们今天想要离开这里, 都必须要打败这个壮汉, 不然他们所有人都会就留在这里。 文人列收回刚才自己扔出去的锤子后, 一锤子挥向了苏腾, 苏腾并没有躲开, 他一刀劈过来, 刀锤相撞, 火光四剑。 见到文人列和苏腾交手后, 苏腾身后的宗师说道, 随我杀。 那个宗师话音落下, 零五哥的杀手跟随着那个宗师, 直接绕开苏腾和文人列, 冲向了陆臣他们。 秦玉山握紧手上的刀, 带着身后的士兵也冲了上去。 就在这时, 先前那个被文人列一锤子砸到在地上的宗师站了起来。 他看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陆臣, 心中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虽然他隐隐约约感觉到陆臣是宗师, 但是陆臣的气息有些收敛。 所以看起来实力并不是很强。 尽管十七岁的宗师听起来有些逆天, 但是北王能够在北郡成长到如今这个地步。 这证明北王还是有点实力的。 说不定北王还真的有可能是一个少年宗师, 而且其他人都动身了, 就那个青年还站在原地。 这说明那个青年是领头的人, 无论那个青年是不是北王, 只要击败了领头之人, 到时候他们就有机会利用那个青年逃离这个地方。 想到这里, 田燕双腿一蹬, 身体瞬间弹射出去, 如同出堂的炮弹直接奔向陆臣。 北王府的士兵已经和零五格的杀手交手, 但是田燕没有理会那些北王府的士兵, 他的目标只有远处那个青年,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田燕就出现在陆臣的面前, 并且一剑刺向陆臣。 陆臣这时候蒙着黑色的面睛, 所以田燕看不到陆臣的表情。 此时的陆臣嘴角上扬,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刚才隔得太远了, 打不中人。 现在只有几步的距离, 他不相信对方还能够躲开。 现青年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田燕感到有些不对劲, 这个青年手上没有武器, 而且还完全没有要躲开的意思, 就彭扶他根本当自己不存在一样。 难不成, 这附近还有强者。 就在田燕这么想的时候, 他看到对面那个青年的手上, 凭空瞬间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棍子, 一样的东西。 就在他还在想, 这是什么武器的时候。 钢! 的一声传来。 下一刻, 田燕的护体钢器瞬间被破, 身体倒飞出去。 然而, 让陆成没有想到的, 是他所预料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田燕的胸口, 居然没有血窟窿。 如果是一般的宗师, 在被巴雷特击中之后, 身体绝对会留下一个巨大的血窟窿, 甚至有可能会直接被打得四分五裂。 但是这个人居然没事。 对方不就是一个宗师吗? 怎么能够抗住巴雷特, 这么近距离的一发子弹? 他用巴雷特, 狙杀过宗师。 还以为, 宗师在巴雷特面前, 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就在陆成困惑不解的时候, 发现田燕整个人倒在地上, 嘴巴里面, 不停地吐着鲜血。 整个人已经无法爬起来。 此时, 田燕胸口的衣服, 已经碎开。 胸口出, 似乎有一些金色的闪闪发光的东西。 看到这一幕, 陆成心里瞬间明白过来。 这个家伙, 身上有护甲。 而且, 制作这护甲的材料, 非常不简单。 巴雷特, 可是反器材狙击步枪。 一般的车子, 能够瞬间穿透。 结果却没有穿透, 这个人的身体。 这到底是什么材料? 陆成瞬间产生了好奇心。 陆成随后拿着巴雷特, 再次瞄准田燕的脑袋。 既然胸膛打不穿, 那就直接对准脑袋。 他不相信田燕的脑袋还这么硬。 然而, 陆成刚把枪架起来。 田燕就整个人昏死了过去。 虽然田燕胸口的护甲, 帮助他抵挡住了巴雷特的子弹, 没有让巴雷特从他的身体直接穿过。 但是田燕的五脏六腑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他的肋骨什么的都已经全断了。 陆成见田燕昏死了过去。 眼睛一亮。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 检验西弓大法的时候到了。 随即陆成来到田燕的面前, 一把抓住他脑袋, 尝试着运转内力。 下一刻, 他感受到自己手掌心的位置出现了一个漩涡。 紧接着, 一股股暖流涌进了陆成的身体。 陆成顿时感觉身体无比的舒爽。 吸收功力的时候, 陆成的脑海中浮现出不少田燕炼剑的画面。 陆成有些惊讶。 原来吸收一个人的功力, 还能够将这个人学习的功法剑法全部学来。 那以后, 自己都不需要亲自学习什么武技功法, 就能够拥有实战经验了。 吸功大法也太好用了吧。 没想到把楚清凌拿下后, 系统居然能够爆出这么好的东西。 等今晚的事情结束后, 一定要好好奖励奖励他。 不一会儿, 田燕的脸色就变成了雪白色, 如同抹了一层面粉一样。 本来田燕还活着的, 只不过是昏死了过去。 但是因为体内的功力都被陆成吸钱了。 没有了功力的护体, 田燕很快就一命呜呼, 彻底没了生机。 见田燕身上已经没有功力可吸。 陆成一把将田燕的尸体给扔在地上, 然后又将他胸膛的衣服给扒了下来。 此时, 北王府的士兵和零五哥的杀手正在血战。 完全没有注意到陆成在做的事情。 陆成将田燕的护甲给扒下来后, 发现这护甲软软的, 根本不像是能够抵挡子弹的样子。 陆成随后问系统, 系统? 你能够识别这是什么东西吗? 该护甲由天外来物打造, 接触刚气或者灵气后, 会变得无比坚固。 系统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 不过陆成也没有多问。 他已经知道自己想知道的了。 随后他尝试着灌输灵气进入护甲。 下一刻, 金丝软甲瞬间崩直, 变得无比的坚硬。 第199章, 金丝软甲的来历。 看到手中的金丝软甲, 陆成内心的情绪有些复杂。 又喜又又, 喜的是得到了一件这磨好的护体软甲。 今后它的安全更加有保障了。 优的是, 如果制作这件护体软甲的材料 大量存在于这个事件。 那对于北国来说, 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这软甲连巴雷特的子弹都能够扛住。 那普通枪械的子弹根本就打不穿这玩意儿。 他一开始还以为, 只要拥有了热武器。 他在这个世界, 就是无敌的。 没想到今天, 遇到了一件能够抵挡巴雷特子弹的软甲。 这时候, 陆成心里想到, 刚才系统说, 这护甲是由天外来物打造。 既然是天外来物, 那应该非常稀有。 这护甲的数量估计也不会太多。 想到这里, 陆成心里稍微松了口气。 如果这东西不多的话, 那也不会对北国的热武器造成太大的影响。 而且, 这东西即便做成了护甲, 也只能够防护身体的一些部位。 没有办法防护所有地方。 他刚才要是用巴雷特直接对着田燕来一枪的话, 田燕一样会死。 他不相信这摩珍稀的天外材料, 会有人用来制作像重骑兵那样的全身铠甲。 越是珍稀的材料, 人们就越不可能随便浪费。 只会用来制作某些关键部位的护甲。 陆成没再多想, 他抬头看向不远处的文人猎和苏腾。 苏腾在文人猎的面前, 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 基本上被压着打。 如果苏腾刚才没有受重伤的话, 或许还能够勉强抵挡文人猎的大锤子。 苏腾看到地上倒下的基本上都是零五格的杀手。 知道如果继续震抹下去, 他们很快就会全军覆没。 无奈之下, 苏腾只好使用了燃血大法。 虽然使用燃血大法以后, 自己的很可能就废了, 但是也总比死在这里要强。 下一刻, 苏腾身上似乎散发出浓厚的血腥味, 他的眼睛也变成了血红色。 上身的衣服直接被身体给撑破, 一股气从他的身体里面冲了出来。 紧接着, 苏腾一刀挥向文人猎, 万光斩。 面对无数的刀光, 文人猎并没有躲避, 他反手一个大锤子砸过去, 锤子似乎压缩了空气, 空中居然直接产生了音爆声。 随后空中的那些刀光全部消散。 而苏腾也被文人猎一锤子给锤飞出去。 飞出去的苏腾直接把别人老百姓的院子家房屋都给撞穿了。 躲在房子里面的老百姓看到这一幕后, 蹲在墙角瑟瑟发抖。 文人猎并没有给苏腾逃跑的机会, 他直接从地上跳起来, 一步跳出去十几米高, 瞬间来到了苏腾的面前。 然后又是一锤子下去。 苏腾躺在地上, 握紧手上的刀, 横挡在自己的面前, 试图抵挡文人猎的攻击。 然而, 文人猎的力气非常大。 苏腾即便进入了燃血状态, 也完全不是文人猎的对手。 文人猎一锤子下去, 再次产生了轰隆的音爆声, 瞬间就将苏腾给砸晕了。 此时跳上房顶的路程, 看到这一幕后, 都不禁有些感慨。 这文人猎, 哪里是什么宗师? 这都已经拥有大宗师的实力了吧? 如果不是因为, 他能够看到文人猎的个人信息, 恐怕还真的以为, 文人猎就是大宗师了。 系统给他的武将, 还真是一个鼻个猛。 文人猎将苏腾砸晕后, 大手掌抓起他的头, 像是老鹰抓小鸡一样, 将他的身体提了起来, 然后双脚一跃而起, 直接跳到了街道上面。 看到文人猎手上的苏腾后, 林武阁的杀手们顿时慌了。 他们阁主可是极尽宗师啊。 而且, 刚才还使用了燃血大法, 居然在这磨短的时间里面, 就被打败了。 北王府怎么会有实力这么恐怖的武者? 此时和秦玉山正打得难舍难分的那个宗师, 陷到连苏腾都败了之后, 直到他们已经无法逃跑了。 于是立刻停手说道, 别杀我。 我投降。 见唯一还清醒的宗师都投降了。 林武阁的其他杀手也纷纷扔下了手中的武器。 直接投降了。 陆辰从房顶跳下来, 直接来到文人猎和苏腾的面前。 他扫了一眼昏死过去的苏腾, 又看了一眼他的胸膛。 发现他的胸膛果然也有一块金色的软甲。 陆辰刚才就在想, 既然那个田宴都有金丝软甲, 那身为林武阁阁主的苏腾不可能没有。 结果还真的有。 此时陆辰扭头看向不远处那个宗师, 直接问道, 你们身上的金丝软甲是怎么来的? 听到这个问题, 那个宗师啪的一下跪下来, 然后连忙回答道, 回王爷, 我们身上穿的金丝软甲都是我们林武阁自己打造的。 自己打造的。 陆辰再次皱眉, 随后继续问道, 林武阁打造这种金丝软甲的材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那名宗师颤颤巍巍地回答说道, 回王爷, 打造金丝软甲的材料取自天上掉下来的云铁。 陆辰再次问道, 那你们林武阁还有这样的云铁吗? 没有了, 我们一共就打造了三件金丝软甲, 都在我们三名宗师的身上。 听那个宗师这么一说, 陆辰总算是放心了, 眉头也渐渐舒展开来。 就在这时候, 苏腾突然醒了过来, 他睁开眼睛后, 看到陆辰就在自己面前, 随即面色扭曲地说道, 小子, 随老子陪葬吧。 听到这话, 闻人烈瞬间感觉不妙, 立刻对陆辰说道, 王爷快走, 他要自爆丹田。 闻人烈话刚说完, 还没有等他将苏腾给扔出去, 就见陆辰突然伸出手, 直接抓住苏腾的脸。 下一刻, 苏腾身上的功力疯狂涌向陆辰。 苏腾顿时痛苦地大叫起来, 他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功力在不停地流逝, 并且自己已经无法汇聚功力在丹田自爆。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人都呆住了, 苏腾身上的功力流动太明显了, 只要是个舞者都能够感受到。 在场的人, 哪怕是北王府的自己人都被陆辰给吓到了, 北王居然还有这种恐怖的能力, 直接将对方的功力吸走。 天哪, 这是什么功法? 太可怕了, 不一会儿, 苏腾身上的功力就被陆辰给吸钱了。 此情此景, 吓得刚才投降的那个宗师瑟瑟发抖,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北王居然还有这样的能力。 他也是一个宗师, 北王不会对他的身体也感兴趣吧。 一想到这里, 那个宗师就冷汗直冒, 几倍发凉。 第二百章, 能够帮到你。 我很高兴。 等陆辰把苏腾身上的功力全部吸走之后, 苏腾因为失去了功力, 再也无法忍受身上的伤痛, 直接被痛得再次昏死过去。 这时候, 陆辰的目光落到了刚才投降的那个宗师身上, 见陆辰看向了自己。 那个宗师连忙磕头求饶说道, 王爷, 饶命啊! 小的什么都交代, 这一切都是王家指使的。 小的只不过是被苏腾强行带来北国的。 小的也没有想刺杀您。 刚才那一幕实在太吓人了。 苏腾一个极尽宗师, 身上的功力居然全部被陆辰给吸钱了。 跪在地上的宗师很害怕自己就是下一个。 要是没有了功力, 那他就彻底是一个是普通人了。 投降的普通人对于北王来说更加没用。 这也就意味着他待会儿必死无疑。 所以他首先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的功力不被北王吸走。 现那个宗师疯狂地磕头, 秦玉山来到陆辰的面前, 小声地说道, 王爷, 这个人在零五阁的地位不低, 若是能够控制他, 今后, 我们说不定就能够控制整个零五阁。 零五阁的工匠非常多, 那些工匠对于我们北国来说有很大的用处。 北国现在谁都能够看出来陆辰对工匠的重视。 而零五阁是专门打造武器装备的势力。 他们的就是靠着贩卖武器装备起家的。 他们培养的工匠非常多, 尤其铁匠。 虽然北王府目前已经有两千多个工匠。 但是对于北王府来说, 这些工匠还远远不够。 北国马上就要大兴土木了。 自然是工匠越多越好。 听了秦玉山的话后, 陆辰思索了片刻, 随后对秦玉山说道, 那这个人就交给你了。 别让他跑了。 秦玉山立刻说道, 王爷放心, 我待会儿就会给他喂药, 封住他的功力。 这时候, 陆辰对那个宗师说道, 把你身上的金丝软甲扒下来。 听到这话, 那个宗师毫不犹豫地 把自己的衣服给脱了, 然后将自己的金丝软甲脱下来。 放在地上, 陆辰随后又让人 将苏腾身上的金丝软甲 也扒了下来。 他拿起这两件金丝软甲看了看, 发现它们 果然是由同一种材料打造。 效果也是一样的。 只要是接触了灵气, 就会变得坚不可摧。 这材料还真是有意思。 就在这时, 十字街道口的两边 出来了两队人马。 一队是穆长天带领的人, 一队是轩元晨带领的士兵。 很快, 他们就会合到了一起。 穆长天来到陆辰的身边后说道, 王爷, 那个带头的宗师, 我不小心失手, 把他杀死了。 他们今晚的行动是分开的。 穆长天和轩元晨 各自带人去处理 另外两个杀手组织。 陆辰一开始, 是想让他们 把带头的宗师抓回来。 别打死了。 不过宗师级别的舞者 动起手来。 有时候, 很难注意下手的轻重。 失手打死了也正常。 陆辰说道, 死了就死了吧。 这时候, 陆辰扭头, 看向轩元晨。 只见轩元晨的手上 提着一个满身是血的男人。 这个男人, 也是一名宗师。 此时的他, 已经奄奄一息。 看起来, 一副快要死了的样子。 轩元晨随即将这个男人 扔在地上。 兵对陆辰说道, 王爷, 陈刚才审问了他几句话, 得知他是楚家派来的刺客。 听到这话, 陆辰愣了一下。 楚家? 虽然他知道, 这是那个势力的杀手。 但是锦衣卫并没有查到, 他们都是谁派来的。 陆辰完全没有预料到, 楚家居然也会派人来刺杀自己。 陆辰眉头一皱, 随后蹲下身来, 一掌盖在那个男人的头上。 然后直接将他身上的功力, 全部吸走。 刚才沐长天不在现场, 并没有看到, 陆辰吸取他人功力的场景。 此时的沐长天, 看到眼前这一幕后, 整个人顿时呆愣地站在原地, 主动吸收他人功力。 北王练的, 这是什么功法? 沐长天突然像是明白了, 什么一样。 难怪北王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成为宗师。 原来他能够将他人的功力, 吸走, 变成自己的功力。 这怎么看起来就好像是邪功一样。 陆辰将地上那个男人全身的功力吸走之后, 男人依旧还没有死去。 陆辰对轩元晨说道, 把这个人送到我外公那里, 告诉他今晚发生的事情。 轩元晨立刻说道, 是, 王爷, 这时候秦玉山说道, 轩元将军, 你可能不知道王爷的外公住在什么地方, 我让人带你过去。 轩元晨说道, 好, 那就麻烦秦指挥使了。 秦玉山随即找来了几个锦衣卫士兵, 让他们带轩元晨去楚雄现在居住的院子。 等轩元晨走后, 陆辰扫了一眼趴在地上的零五阁杀手。 这些杀手虽然已经投降了, 但是他们的实力都不低。 老实说陆辰有些担心, 秦玉山他们控不住这些人。 就在这时候, 秦玉山让锦衣卫士兵给那些投降的零五阁杀手, 为一种药丸。 看到这一幕, 陆辰开口问道, 秦指挥使? 你给他们吃的是什么东西? 秦玉山回答道, 王爷, 这是一种可以封闭全身经脉的的药。 只要吃了这种药, 舞者的功力就会被封闭。 没有办法使用内力, 就和一个普通人差不多。 听到这话, 陆辰心里想到, 若是有人那天给自己下这种药, 他的功力会不会也被封禁? 想到这里, 陆辰开口问道, 这种药丸有其他副作用吗? 秦玉山愣了一下, 他没有想到陆辰会问这个问题。 毕竟这种药丸, 他们自己又不吃, 都是给敌人吃的。 具体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他们还真的不知道。 秦玉山随后说道, 这个属下就不清楚了, 不过通常, 我们只需要把解药给他们服下, 他们就能够迅速恢复功力。 陆辰随后说道, 给一颗药丸给本王尝尝。 秦玉山连忙说道, 王爷, 万万不可呀。 秦玉山没有想到, 陆辰居然对这种药丸有兴趣。 陆辰好歹是王爷, 怎么能够乱吃东西? 陆辰说道, 没事, 反正, 你手上也有解药。 拿一颗给本王试试。 见陆辰非要试药, 秦玉山也不再多说什么。 他随即拿出一颗药丸, 递给了陆辰。 陆辰一口吞下, 结果刚吞下去, 他就感觉那颗药丸 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分解了一样。 秦玉山紧张地看着陆辰, 生害怕陆辰出了什么事情。 陆辰见药丸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失笑了, 瞬间反应过来。 哦, 原来他有万毒不清体。 世间的一切毒药 对他都是没有作用的。 这个药丸也算是毒药的一种。 他的万毒不清体太久, 没有发挥作用了。 他都已经快要忘记了 自己还有这个万毒不清的能力。 见陆辰似乎一点事都没有。 秦玉山愣住了。 没事, 这药丸连极尽宗师服用了 都会被封控功力。 北王服用了 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秦玉山这时候 小心翼翼地问道, 王爷, 您需要解药吗? 陆辰淡淡地说道, 这药丸对本王没事磨用啊。 你们看管这些杀手的时候, 别总想着用一颗药丸 就能够让他们听话。 秦玉山觉得有些尴尬, 他也没有想到 这个世界会有人对这种药丸的毒 完全免疫。 秦玉山此时说道, 王爷说的是, 属下一定让锦衣卫士兵 严加看管, 绝不给他们逃跑的机会。 陆辰扫了一眼众人, 随后说道,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 本王也该回去了,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砸坏了老百姓的房子, 该赔银子的赔银子。 我相信, 这些杀手身上应该有不少银子。 刚才他们都拿银子来砸手雷, 一看就是有钱人。 陆辰话音落下, 就转身离去。 秦玉山等人立刻说道, 恭送王爷。 陆辰刚走了末几步, 就听到身后传来秦玉山的声音, 把你们身上的银子都交出来。 听到这话, 陆辰微微一笑, 他相信, 秦玉山他们会处理好老百姓们的房屋赔偿问题。 北王府内, 正殿, 陆辰的妻妾们此时都坐在正殿之中, 等待着陆辰回来。 不同于上次, 上次北王府遭遇刺客的时候, 他们都躲在地下通道之中。 这一次, 有白清清和陈婉荣两个宗室保护, 他们总算是不用躲在地下了。 虽然知道如今陆辰已经今非昔比, 拥有很降的实力, 但是穆子轩和大周小周还是露出了担忧的神色, 看到他们十分担心的样子。 楚与清安慰说道, 子轩, 你们不用担心, 陈儿会没事的, 听到这话, 穆子轩微微一笑, 随后说道, 楚仪, 我相信王爷一定会没事的。 此时, 陈婉荣面无表情地扫了一眼大殿之中的女人。 看到这些女人, 陈婉荣心里就不禁想到, 也难怪陆辰一直没有来找她, 有这么多漂亮的妻妾, 夜夜升歌, 每天换一个, 再好色的男人也扛不住。 陆辰那里, 还有心思来找自己, 看样子, 自己还是要主动一些才行。 她的亲骨早就准备好了, 一直没有机会, 要是再继续下去, 搞不好她的蛊虫都得被饿死了。 就在陈婉荣心里, 想着让林婉云给她创造机会和陆辰独处的时候, 楚与清对她说道, 陈姑娘, 这次麻烦你们了。 陈婉荣淡淡地说道, 应该的。 林婉云补充说道, 与清, 我们住在北王府, 陈儿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待遇。 北王府有事, 我们自然应该站出来帮忙。 林婉云和陈婉荣的想法, 其实是派玄月公的弟子帮助陆辰。 但是陆辰只是让他们两个帮着, 看着北王府, 并没有让玄月公派人跟着他一起行动。 当然, 即便是如此, 也让两人心中感到很高兴。 因为陆辰在一定程度上, 接受了玄月公, 接受了他们。 接下来只需要他们更进一步, 他们就能够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了。 林婉云话音刚落, 一个丫鬟急急忙忙地跑进来说道, 王妃, 王爷回来了。 听到这话, 穆子轩立刻站了起来, 并把自己怀中的孩子交给了奶娘。 过了不一会儿, 一个高大魁梧的青年出现在门口, 看到陆辰回来后, 陆辰的妻妾们都涌了上去。 穆子轩关心地问道, 王爷, 你没受什么伤吧? 陆辰拉着穆子轩的御手, 微笑着说道, 我没事, 厉害一些的刺客基本上都已经解决了, 应该还有一些我们没有发现的刺客躲在暗处, 不过那些刺客对北王府没有太大威胁。 北王府加强巡逻就好。 说到这里, 陆辰扭头看向陈婉荣, 陈姑娘, 这次太感谢你了。 陈婉荣依旧面无表情地说道, 不用谢。 林婉云连忙拉了拉陈婉荣的衣裙, 示意她说话, 不要这么简单。 陈婉荣瞬间担心过来, 随后又面无表情地补充说道, 能够帮到你。 我很高兴。 林婉云内心叹了口气, 这句话也行吧。 陈婉荣毕竟很少和男人说话, 能说出这样的话, 已经很不错了。 林婉云此时扫了一眼穆子轩他们, 随后说道, 陈儿, 既然大部分刺客已经解决了, 没识摩世的话, 我和公主就先回去了。 陈婉荣说道, 嗯, 好, 接下来是陈婉荣和他妻妾们的时间, 他们学月宫的人属于外人, 继续留在这里, 也不太合适。 随后, 林婉云和陈婉荣一起离开了大殿, 等陈婉荣和林婉荣走后, 陈婉荣安抚了一下自己的妻妾们, 随后让他们回了各自的房间, 等他们都回去后, 陈婉荣并没有在穆子轩的房间里面过夜, 他吸收了三个宗室的功力后, 感觉自己的身体无比的躁动, 完全没有困意, 一下子精力变得非常旺盛, 穆子轩已经怀孕了, 他现在这种状况, 是肯定不能够继续留在穆子轩这里的, 要么去春生院, 要么今晚就去楚清梨的房间, 陈婉荣很果断地选择了楚清梨的房间, 上次和楚清梨达成交易后, 就只和他做了一次那种事情, 后面这段时间他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主要是楚雨晴和楚清梨住在一个院子里面, 而且房间都是挨着的, 每次他想要去找楚清梨培养培养感情, 都会看到楚雨晴, 这让陈晨有些不太好下手, 不过今晚是楚雨晴执守那院, 也算是给他创造了一个机会, 楚清梨本来一开始也在正殿, 但是陈晨说让他们回去后, 他也直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今晚是他姐姐执守那院, 他不需要在外面看着, 回到房间的楚清梨, 缓缓地脱下自己的外衣, 露出了自己光滑的肌肤, 他准备沐浴一番后, 就直接睡觉了, 不过就在这时, 他突然听到外面门口传来了推门的声音, 楚清梨顿时警惕起来, 谁?